重生到了一个败家子身上 老婆都要被抵了出去 看我如何从人渣重新改变 你是谁 你要干什么 你别这样 我不这样 你不得打我 你喝醉了不就喜欢折磨人吗 装什么正经 我送三喜怎么可能是那样的人 一阵眩晕 记忆慢慢融合 公海游轮上 一场世界级豪赌 我赢下百亿美金 实时到账 但是遭人暗算 游轮爆炸 我没了 我的未婚妻哭得数度晕绝 而我 重生了 我可是绝世排王 居然会重生到这样一具身体上 说好带鱼儿退隐结婚的 再也回不去了 这一世小鱼儿在哪里 既来之则安之 谁诈的 我回头再查 至少现在 苏友荣和田田 不能过得那么苦吧 这个送三喜书掉几百万现金 十套房 一座别墅 三台车 父母留下的家业彻底败光 前阵子 最后这一套两居的老房子 也让送三喜书了 明天人家说了要来拿房产证 人渣 你走运了 别找了 家里没一分钱了 我知道 你受苦了 先睡吧 我出去一趟 一切都会好的 为了你和田田 我会赢下全世界 你疯了 家里已经没什么可以输的了 我已经一无所有 你等我 苏友荣醒来的时候 傻了 房间似乎有暖气了 左手扎着点滴 床头三瓶药水空了一瓶 被人家打到化弄的伤口 竟然包扎好了 小副理似乎不疼了 清凉的感觉 你不是要去赌吗 不是要拿房子 拿我和田田去赌吗 你想多了 我是给你弄药去了 伤口都处理好了 身子都清洗上好了药 明天应该好得差不多了 这种温情时刻 我想起了前世对待叶小鱼 不禁淡淡的笑 好好保养身体 别的都不要想了 这个家曾经失去的 都会重新回来 对了 正式认识一下 我叫宋三喜 人渣疯了吗 神经病 认识个屁 你化成灰我都记得 对我来说 有家 有女人 有孩子 便是三喜 请相信我 天啊 这都是真的吗 她真的转性了 赶紧把那五百块还 利息再加一百 一共七百 张姐 能不能宽限几天 我今天去厂里 宽限个屁啊 这么长时间了 如果不是给孩子看病 会借给你吗 今天早上不还钱 就别想出门上班 张姐 你是大好人啊 不要为难我啊 求你了 我不上班就是矿工 罚款三百啊 别装可怜了 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都要把钱给我 我可不是吃素的 张红梅 的确在这一带 是个泼妇 和社会上有来往 她这么一来 真把苏友荣 网绝路上逼 苏友荣磕头的心都有了 张老板 我们欠债 但不赖账 晚上一定还给你 说话算话 我信你个鬼 就你这种败家子 也能说话算话 你要真想把这债务 接过去 跪下 舔一下鞋一百块 晚上还宁七百 说到做到 吃吧 别看我了 一会儿吃到了 季度全情奖 该没了 原来你是打着钱的主意 你放心 甜甜的费用 包在我身上 这些年委屈你了 想出来上班吗 呵呵 把张姐的钱 还了再说 我送你上班 宋三喜背上了苏友荣 从厨房窗户翻出去 找到他寄回来的破铁铃 拖着苏友荣 朝小区门口 你两口子怎么出来的 给我站住 你们两个看的什么门 人都跑了 赶紧去 输得一无所有 甚至还想把老婆 给女儿买糖葫芦的 五块钱要了去 利用五块钱 闲鱼翻身 半个小时 三元电器厂门口 前市这场区和后面的荒地 2011年下半年 就成大型楼盘了 12年就均价破万 三年后 顶到两万 这地块 可以好好考虑一下了 说什么疯话 友荣 这么远 你平时都怎么上下班的 走路 你要干什么 以后 我天天送你 送什么 我骑自行车 他担心送三喜 电击自己的钱 不想和他过多纠缠 转身就要走 张红没的钱 田田和小妹的费用 我这就去想办法 你好好上班 我 你能想什么办法 去偷 去抢 还是又去赌 你身上真没有钱了吗 我只有五块钱了 田田想吃大冰糖葫芦 明天 我本来中午去给他交费 接他 给他买糖葫芦用的 这五块 你也要吗 孩子吃多了糖 不好 送三喜 五块钱你也要抢 你还是人吗 还是当爹的吗 这下酸爽了 厂门口的公友围了过来 天啊 这就是友荣的老公吗 五块钱都要 恶心 自己有手有脚 不知道正去啊 一个大男人不养家 管女人要钱 真不要脸 友荣这么漂亮 驾谁不能坐豪车啊 这破铁驴子 还没我踏板漂亮 保安室 每天都在那里等他 等着看他的保安队长周文斌 见状赶紧冲了过去 友荣 谁欺负你了 不要你管 宋三喜有点郁闷 其实只想借一块钱去赚点钱 哪知道苏友荣没给他机会 你是谁 为什么欺负友荣 周文斌先生 我是友荣老公 您不记得了 厂里知道苏友荣家庭的不多 他是其中之一 上次打过的宋三喜 邋遢 丑陋 拱腰他肩 粗俗不堪 今天这么阴庭 还很斯文有理 完全不是一个人 确实是我 您是他的追求者吧 如果是这样 如果真心对他好 我可以和他离婚 宁祝福你们 曾经的强者喜哥 对于苏友荣真的有同情 怜悯 还有这具身体的负罪感 他爱的 还是未婚妻夜小鱼 居然有送老婆的 那可是 特别漂亮的老婆啊 这男人他妈的 喜欢头顶一片绿 周文斌先生 记得转告我老婆 下班我来接他 他现在 还算我老婆 你瞎说什么 别侮辱我 但你这个对不起友荣的人渣 你要再敢打他 欺负他 我还能再打你一次 两位小兄弟 您二位是要干什么 你别装不知道了 接了张姐的钱 你两口子不还就跑 跑得真快啊 跑得掉嘛 张姐叫我们打你一顿再说 知道了 谢谢 这是个蠢货吧 管他呢 揍了回去交差 两位小兄弟 辛苦了 麻烦两位 借我一块钱 行吗 地上两个货 疼啊 眼泪滚滚 完全猛逼 没见过打人这么狠 这么快 还这么有礼貌的人 抢劫就明说吧 还借 西哥 拿 拿去 我只借一块钱 没有的话 我继续踹 麻烦把车挪一下 辛苦了 小兄弟 回到张红梅那边 两人狼狈不堪 张红梅下了一大跳 问清楚情况 张红梅一顿臭骂 叫他们滚 这败家子还挺能打呀 晚上还不起七百 老娘非得叫人打断他腿 打落他满口呀 另一边 宋三喜走进一家地下开奖娱乐城 里边摆满了各式各样的老虎鸡 虽然只有一块钱 但现在的教父送三喜 那是什么都不拒的 树立逻辑学研究生毕业 玩这些东西 简直是小儿科 友荣最痛恨这东西 但是找工作嘛 需要时间 家里急需解决的问题 找工作来不及了 你玩不玩呀 不玩 别占着位置 旁边有个中年男人 抽着中华烟 手里一万块都快输美了 穿这么垃圾 估计也就是来看个热闹 顶多 能玩几十百八块钱吧 小妹 拜托 请上一分 卧槽 这也好意思来玩 搞半天 你就只有一块钱 借的 这特么穷成啥样了 一块钱都要借 还赌什么鬼 小妹 开门做生意 大小都是客 麻烦上一分给我 谢谢 行 头一回遇上你这种人 中华男刚中了台奔驰一 八十八倍 下了一百分 也就是一百块 入手八千多 兴奋得要死 一分 奔驰S 一赔一百八十八倍 你是傻吧 刚出了奔驰一没两把 你还下奔驰S 真是穷疯了 一块钱也想发财 你要是中了 且现在的提成是三百块了 都给你 小妹 这么多人听着呢 说话算话可还行 行 没问题 上分妹直接启动了面前的按钮 一阵发动机咆哮声响起 一声汽车喇叭 扑停 奔驰S 其他赌客 拍桌子打板凳 摔烟头 气炸了 你还真走狗屎运了 的确算是运气 来吧 接着玩 最后送三喜赢了六千 中华男输个金光 你是不是托 是不是 这位先生 如果没有贪欲和势力心态 就不会输 你少来教训老子 今天 你不说个明白 别想走出这个门 先生 您素质堪忧 请松开您的手 好吗 我不松 你能怎么的 星光幼稚园 田田在墙角站着 白嫩的瘦瘦小脸 被老师救出了屋子轻肿 还不敢哭 高老师 我也要吃肉肉 吃鸡腿 可不可以给我一点呀 你吃个屁 你妈挣多少钱啊 他浇肉餐费了吗 不浇就给我站着去 老师揪着他小脸 硬拖到墙角边 高跟马屑踢了他一脚 给我站好了 小手背背后 小脚并拢 不许动 不许哭 动了挨打 哭了没得吃 回家不许告诉大人 要不然明天我还打你 田田满心惊恐 眼泪只干往肚里流 挨打太可怕了 以前爸爸打他 现在老师也要打他 还不许哭 老师还会为别的孩子吃饭 这些都是家里有钱的小祖宗 其他人都吃饱睡午觉了 田田还在站着 乖 想吃吗 那你趴下 就可以吃了 他笑容很甜 眼里却含着恨 他和苏友荣是高中同学 极度苏友荣长得漂亮 不仅男朋友被勾了魂 还嫁了个有钱的老公 所以现在他经常变着法的收拾田田 高老师 我不趴着吃 我不是狗狗 你就是狗 你怎么不是了 你妈是贱人 他生的孩子自然也是 你不听话 我打你了 高晓菱举起了竹条 就在这时 宋三喜推门进来了 乖田田 别怕 爸爸来接你了 哟 这不是宋家的败家子吗 今天发疯了 不在家打你那老婆 准备来打孩子了 你这样的女人 不配当幼儿老师 我刚刚在监控里看清楚了 也听明白了 这是我宋三喜的女儿 竟然让你虐打成这样 还让她趴着吃饭 那是饭还是猪食 你个臭不要脸的败家子 你也有资格来说我吗 打老婆打孩子 还败家 抢女人的钱用 你还算是男人吗 你想打我吗 呵呵 你也不打听打听我男朋友 宋三喜 你敢打我 你不想活了 我从不打女人 但是坏女人除外 打你真脏我手 宋三喜是败家 还打女人和孩子 但这已经是从前的事了 现在 我的女人和孩子 谁也不能欺负 猜你 真脏了我脚 她话语温绵绵 和气极了 却把高小林吓到了 此时田田也注意到了这动静 她不懂具体发生了什么 只感觉到了快意 你你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 原生真是人渣 是魔鬼啊 连女儿都不认你 都这么恨你 田田 来 吃糖葫芦 你最喜欢的 最大的 哇哦 好漂亮 好香的大糖葫芦 我不吃坏人的东西 你说过哪天 给我在糖葫芦上抹耗子药 毒我 因为我不是个男娃 田田的嗓音质难 却充斥着对爸爸的痛恨 对生活的控诉 宋三喜心头一揪 这才想起这身体前主人 重男轻女思想特别严重 这个人渣 这么漂亮的女儿 多惹人疼 田田 你看 爸爸都吃了 没毒吧 对不起 爸爸刚才偷吃了你一颗糖葫芦 只要你吃 爸爸以后给你买好多好多的糖葫芦 你都不怕 有毒就有毒吧 同归于尽 哇 好甜好香 坏人 你放开我 放开我 宋三喜一笑 转身过去 把田田那盘冷透的午餐端起来 高老师 吃饭吧 您辛苦了 我 我吃过了 这不是人吃的 是猪食 人怎么能吃这个呢 是吗 那你是要我逼你吃 其实我不是很介意 就是觉得脏了手 我脾气可能会上来 我吃 我吃 不行 像狗一样 你怎么要求的宝贝女儿 现在就怎么吃 可他不敢反抗 刚才的疼痛让他刻骨铭心 宋三喜发起怒来 他抵抗不了 田田 爸爸给你做好吃的去 说完宋三喜便走了出去 记忆中 都是苏友荣做饭给这个人渣吃 他还抢甜甜的煎蛋 滑肉片 高老师 地上凉吗 高老师 好吃吗 高老师 都冷了吗 要不要喊他给你热一下 田田一口一个高老师的叫着 高小林要崩溃了 小祖宗 求求你了 别说话了 我相信他会变好的 我也会的 你好好吃你的糖葫芦啊 宋三喜的侮辱 让他刻骨铭心 这口气非出不可 苏友荣 这就是你的好老公 姐不会放过你们的 猪食他终于吃完了 宋三喜也忙完了 端着热乎乎的菜过来了 田田暂时还在这里上学 你最好是长点心 田田好好吃饭 爸爸要走了 可以求你抱一抱吗 不可以 不可以 妈妈说 女孩子不可以和男人乱抱的 特别是坏坏男人 宋三喜默默地承受着 满腔爱怜 走出星光幼稚园 回头看一眼漂亮的大门 这破地方配不上我女儿 回头再说 习狗子 你他娘的在哪呢 再不回家来 老子敲了你的门 勇哥 您来拿房产证吗 赶紧滚回来 你的破房子 我看了下 支不了输我到二十万 十万块了不得了 勇哥 那就先顶十万吧 剩下的 顶个屁 老子不顶 你女人 值这个价 她在哪里 勇哥 请宽限几天吧 您别这么说 那是我的妻子 我不能 滚 要么一手给二十万 要么给女人 没有宽限期 否则 我打断你的狗腿 让你看看 我和苏友荣 怎么够幸福生活 喜狗子 静暗十点之前 看你的表现 我的耐心 是有限的 我的手段 你是知道的 黄长勇 你这条恶狗 害得这具身体倾家荡产 几乎家破人亡 现在 欺人之妻 我对你就不客气了 她哪怕是个渣 现在也算是我 中午 三元电器厂的食堂里 苏友荣一个人躲在角落 吃着一碗清汤面 由心子磕磕磕薯 这时周文斌提着餐桶走了过来 友荣 这是你的 没跟你讲过吗 不要给我打饭 我不要谁可怜我 同情我 我能活下去的 你的饭菜 拿走 此时周文斌多想搂他在怀里告诉他 他是真心爱他的 宋三喜也愿意离婚 但是他被吓到 友荣 这是你老公做的 不是我买的 他叫出租车师傅送来 交给保安 说叫我亲自送过来 该死的人渣 还在打嫉妒全勤的主意吗 出租车这么贵 他哪来的钱 苏友荣看着餐桶一阵阵发呆 他不知道这是送三喜 给甜甜做饭的时候晕出来的 我的天啊 好香啊 这真是友荣老公的手艺吗 我要有这样的老公 多好 友荣好幸福哦 苏友荣多希望他能一直这样 不知不觉 眼泪啪大啪大掉进了米饭里 一个人渣老公代家子打女人打孩子 突然变好了 他就感动成这样 我周文彬 对他在好 抵不过老公送他上一次班 送他一顿饭啊 队长 厂长叫你去办公室有话对你讲 见到厂长 那个地中海市的油腻老色 鬼开口的 别打所有人的主意 否则滚蛋 为了工作他咬牙忍了 没说话像个孙子一样 退出了厂长办公室 什么东西 也想炮苏友荣 等老子忙过了这一阵 他是我的 下午两点 大富豪娱乐城 来了一个长相普通的中年男 这里是黄长永的产业 当时就是在这利用手段 赢得宋三喜一败谱定 而今天来这里的中年男子 正是教父宋三喜 五千上分 静坐半小时后 瞬间十万 扭头去了桌球机区域 因为提前已经看完了桌球机 直接中住一千分 一赶青台 十二万到手 中海营都大姐店 黄长永还在等着晚上苏友荣被送过来 永哥 有个小子 在这赢走二十多万跑了 这几年 有谁能一天从老子手上 赢走这么多的 你他妈是蠢货吗 不知道后面怎么办 给老子打电话干什么 四个内保跟出去了 但现在 四只让人断完了 已经送往医院了 永哥 这会怕咱遇到高手了 这他妈真是个高手 这种玩意儿 不会跑掉的 他一定还会来 只要逮着了 非得以牙还牙 打断你手脚 拿回老子的东西 喜狗子 你走狗屎运了 老子有点不爽的事情要解决 解决完了 再收拾你 还不起债 就叫苏友荣洗白等着 蠢货 你能找到我 算我输 接下来 是应该我解决你 本来想着先把债勾销了的 想到这二十万还能做个本 准备七天后的股市翻盘 星光幼稚园门口 接孩子的都是条件好的 宋三喜站在破铁驴子旁显得格格不如 骑破铁驴子的 你站着这么大个地方干啥 赶紧挪远点 这不是顾云梦吗 他也来接孩子 你耳朵聋了吗 骑个破车也好意思来接孩子吗 赶紧滚蛋 哟 这不是宋家败家子吗 打女人 打女儿 你好意思来接你女儿 我去 还有这种男人 难怪了 穷三的骑破摩托车了 可怜了女人 可怜了孩子 面对众人的冷嘲热讽 宋三喜完全不在乎 顾云梦从他身旁经过 一股诱人的香气袭来 梦梦阿姨 这个人好穷哦 没车呢 他的孩子会不会冷透呀 小强 别理他 他就是个垃圾 说完便开车离开了学校 没多久中班也放学了 迟迟等不到女儿 才知道是大一副开车接走了 宋三喜到商场 大兜小兜给田田和自己 置办了一身行头 随后去厂里 把苏友荣也接回了家 小区楼下 张红梦带着几个社会上的人 坐在门口等着他们 宋三喜 你个败家子 这大晚上了 老娘的钱呢 不给钱 老娘这些兄弟 打断你的腿 打落你的牙 叫你夸海口说话算话 果和猴子还让你打了 你他妈的 是不是不想混了 七百 还张老板 两千 一千给这些兄弟们 茶水淹钱 一千给那什么狗啊 猴的智商吧 还有一块 是接的狗还是猴的 我分不清 反正是还了 借钱还钱 欠账不赖账 麻烦给我开一下门 再见 败家子居然有钱了 这还有天理吗 是啊 这小子开窍了 挺耿直啊 耿直个屁 赶紧上楼 把门给人打开 今天放过他俩 下次没这么容易了 友荣 这是给你买的新手机 等你休息了 带你去买衣服 宋三喜 这么多钱 你不说个明白 我不要你的手机 不去买衣服 不去 你是不是违法犯罪了 还去幼儿园 给天天做饭 还要去给他送衣服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放过他吧 之前宋三喜喝醉之后 就扬言要把田田 卖给有钱人 换点赌字花花 苏友荣怕他 真的把田田给卖了 我求你了 你能不能说实话 我没有违法犯罪 只是兑现我的诺言 从前的宋三喜 已经不在了 新的宋三喜 已经来了 这是我用房产证 抵押十万 炒股赚的 本金还在账户里呢 我拿五万给大姐夫 算是对她的补偿 宋三喜拿了五万出来 剩下的都放到了床底下 趁苏友荣没有察觉 把房产证也拿走了 我走了 有事给我电话 十二点钱 一定回来 炒股真的这么赚钱吗 听说人家炒股 都有倾家荡产跳楼的 但至少不赌就好 苏友荣还是不放心 赶忙打电话给大姐 听完大姐说田田回来 讲了幼儿园的事情后 更是惊叹不已 大姐 炒股真赚钱吗 有的赚 有的也亏死了 可能 送三喜运气好吧 哦 那我还是叫她不要炒了 好好过日子 只要她听你话 可能吗 哎 啊 你们要 要干什么 进门的正是黄昌勇 一头大色狼 还带着几个彪形大汉 苏友荣恨透了他 从送三喜手上 引走了太多 呀 弟妹 别害怕 我三喜老弟呢 他 他出去了 这小子 还有这么多钱呢 你干什么 这是送三喜炒股赚的钱 你们 他会炒股 会炒死还差不多 十天前 送三喜输给勇哥二十万 折破房子都输了 但不止这价 十五万多 家里还有没有了 别哭了 老子今天心情很不好 钱不要了 留给他继续输 上次说了 不给房子也行 你给我一个月 从今晚开始算吧 弟妹 我吃力你了 没想到他是这样的人 果然连自己都输了 难怪他突然变这么好了 是内疚吗 送三喜 你真不是 路火攻心 苏友荣晕了 勇哥 这咋办 咋办 你们出去门外看着点 我来办 送三喜给大姐夫和田田送完钱和衣服也赶回了老这小区 楼下停了一辆熟悉的麦巴赫 车窗没关完 里面还有淡淡酒气 不好 有容一个人在家 黄肠勇来了 还是喝了酒来的 送三喜内心盘算了一番 在别人那偷来一套农民工衣服上楼 勇哥今天可算是捞着了 送三喜那个败家子 见骨头 真是窝囊 嘿嘿 勇哥开心了 咱们也有可能唠叨呢 想想苏友荣那样 那身材 嘿嘿嘿嘿嘿 你们在搞啥子 屋头有人在伤害苏友荣那个苦命女人仨 关你屌事 拿来的农民工 给老子滚蛋 话音刚落 送三喜就和两人扭打起来了 骨折的声音 杀猪般的惨叫声过后全都晕了不去 随后直扑卧室 苏友荣在床上人事不行 漂亮的心睡裙 修长的眉腿暴露着 一切还安好 床边黄长永刚刚把自己扒了的金光 哪来的臭弄 送三喜把他们拉到郊区的野外 顺便还给了黄长永一脚 这一脚直接让他断子绝孙 打了120便独自回家去了 卧室里 这苏友荣绝美的容颜 雪白细嫩的肌肤吹弹可破 脑子里 疯狂的念头 控制不住了 不行 尽管我还是他的丈夫 但这还是别人的妻子 可怜的女人 他的病才刚刚好 我们还不能这样 医院里 两个手下躺在病床上 想起这事简直崩溃 太恐怖了 那哪里是什么农民宫 简直就是地狱里放出来的恶魔 一言不合就干啊 永哥都被人废了 断子绝孙 这他妈还得了 太惨了 肯定连苏友绒毛都没碰着 然后就中招了吧 苏友情家里 大姐夫杜海婷气的想把东西扔出去 可那五万块钱的确热了他心动 听说是炒股赚的 他高二都没上完一个不学无数的混蛋会炒股 他会看盘面会分析数据吗 宋三喜 你这个害人惊啊 他知道丈夫与从前不一样了 追了自己八年 好不容易结婚了 可是没叫人渣宋三喜 宋三喜就大闹了婚礼 还踢坏了杜海萍 杜海萍从此性情也暴躁了些 甚至还不知道苏友情被宋三喜侮辱过 该死的人渣啊 你要是真变好了 有容和甜甜也就不这么苦了啊 杜海萍在书房电脑上搜索着宋三喜说的国外有一种人工助力技术 我的娘啊 这要六十万 还要去德国 宋三喜那小子真的炒股赚到钱了 杜海萍莫名的把希望寄托在了仇人身上 第二天 杜海萍习惯早出门 宋三喜也过来了 大姐 早啊 宋三喜一脸微笑像个绅士 你 你要干什么 曾经的十天 他永远忘不了这个禽兽 大姐 别害怕 以前我试的畜生 以后不会了 您和甜甜的早餐已做好了 在厨房里保着温 我煮了鸡蛋 麻烦帮甜甜滚一下脸上的伤 我没时间了 要回去给有容做饭 一会儿他还要上班 大姐 道一声对不起 请接受我的道歉 以后我会好好补偿您的 说完 很优雅的弯腰 致歉 这哪里是以前的人渣啊 斯文有理 大肚翩翩 像个勇于承认错误 承担责任的君子 哇 大姨好帮啊 这么多好吃的呀 不是大姨做的 你爸爸做的 啊 他来过了吗 来得很早很早 这个禽兽的手艺真不错 希望他真的可以改变吧 苏友荣也醒了过来 想起昨天晚上的事 整个人都崩溃了 友荣别哭 都已经 都已经糟蹋了是吧 就认命了是吧 宋三喜 你这个无耻的混蛋 王家好大的势力 他要是叫人来查的话 你怎么办啊 如果有人调查 你只需要讲出事实 表示晕绝之后 什么也不知道 这是我们的秘密 谁泄露出去 全家都不会好过 我可能会敢 你和田田不会有未来 你能办到吗 我能办到 你怎么变得有脑子了 怎么这么厉害了 为了你的清白 为了这个家的平安 我的脑子就回来了 也敢跟任何人拼命 整他的段子绝孙 人渣 又见面了 原来是老同学啊 您二位 有什么事吗 这是宋三喜的高中同学 李蕊扬 宋三喜这些年 打架什么的不少时候 都他处理的 这也算是一对老冤家了 黄长永 以及四个手下 昨天晚上 受到了严重伤害 事情和苏有龙有关系 老同学 我老婆一个弱女子 怎么会伤害到他们 黄长永说 他和你的妻子有染 昨天晚上 在你家卧室里 被一个农民工模样的人 袭击了 现在我们的人 正在按着条件 整个小区以及周边 搜索这么一个人 现在我们找苏有龙了解情况 我老婆忠贞不二 怎么会和他那样的人 搞在一起 这是对我老婆的侮辱 我们还没报警抓他呢 他导个人先告状 现在 不是你质疑的时候 我们需要找苏有龙了解情况 希望你能配合 有龙别哭 这位李蕊扬 是我的高中同学 你见过多次了 他是个好警官 一定会还你的清白的 有什么直说吧 李蕊扬和南景洛军 都愣了愣 实在不敢相信 宋三喜会变得这么温柔 李警官 我气晕了之后 什么也不知道了 李蕊扬听的脸都黑了下来 一半是因为黄肠有那个恶棍 另一半是因为宋三喜 宋三喜 你真是个十足的人渣 妈的 你这个败家子真是败疯了 连房子 老婆都可以输 赌博就真那么吸引你吗 信不信我以涉赌的名义 把你拘回去 两位警官 以前的宋三喜已经嘎了 我已经是另一个宋三喜了 我可怜的老婆孩子 也给了我改过自新的机会 如果拘我 可以 但黄肠永同样涉赌 能否相同对待 李蕊扬和洛军哑口无言 黄肠永是什么来头 他们不敢 宋三喜 你变话挺大呀 还学会辩论了 昨天晚上事发之时 你在哪里 给女儿送新衣物 携袜去了 大姐 大姐夫都可以作证 门外的血迹 是谁清理的 有邻居看见是你 怎么解释 我回来后 黄肠永等人已经不在了 我的妻子在床上安睡 门外的血迹很多 出于攻心 我不想邻居们早上起来 碰见这不吉利的东西 于是清理了 如果你们怀疑我行凶的话 真的就没有任何道理了 问问邻居 问问我老婆 再问问我大姐夫 这些年我送三喜打架 什么时候打赢过 李蕊扬 你处理我那么多次 什么时候我打赢过 你还好意思说 你就只能打赢你老婆 打赢你女儿 以后 我再也不会打了 好好做个人 希望你能说话算话 有你这样的同学 我真是感觉耻辱 以后我再听说 你打女人打孩子 非制了你不可 苏友荣 他要是再欺负你 给我电话 你看你老婆多好一女人 给你弄这么好一顿早餐 还在工厂上班养你 给你交治安罚款 你就知道 游手好闲 不务正业 要是我 喂狗都不给你吃 真懒得说你 宋三喜笑了笑 他们不知道 是宋三喜做的早饭 没事了 我们一起做了伪证 就要勇守这样的秘密 懂吗 可能是一个相当火大的人吧 我去看看 万事有我 不怕 门外站着的是高晓菱和他男朋友 败家子你完了 你他妈的就是宋三喜吧 敢欺负我女朋友 知道我是谁 不怕 高晓菱带他男朋友来寻仇了 给李惹阳电话 他们这会儿还在小区里摸牌走访 苏友荣也是气愤不已 高晓菱还真是有脸啊 怎么了苏友荣 我才走了多大一会儿 宋三喜又欺负你了 有人在踹我们家的门 要欺负宋三喜 是别人招惹他 没一会儿功夫 门被踹烂了 高晓菱和男朋友冲了进来 你还敢关门 他妈的 我看现在你怎么办 欺负了我女朋友 就这么轻松吗 小子 你他妈今天不拿话来说 别想走出这个门 一脸嚣张的表情 高晓菱也是恶狠狠地 看着宋三喜和苏友荣 都别动 警察 到底怎么回事 老实交代 宋三喜先发致人 认真地讲了昨天 在幼儿园发生的事情 高晓菱 宋三喜说的生日事实 警官 别别别啊 是自己人啊 我舅舅还是你们系统 我管你舅舅是谁 私闯民宅 蓄意伤害 把人们打烂了 你要不想进局子 就得赔钱 高晓菱 你跟苏友荣还是高中同学 就这么虐待人家孩子 你还是人吗 是老师吗 他不是老师了 自动辞职了 我没叫你说话 听着 这道破门 给人赔三百块 你两个 赶紧给苏友荣道歉 要不然 我把你俩拘回去再说 警官 宋三喜关门 把我手砸 好像还苦折了 这怎么说 说个屁说 人家是正当防卫 保护家小 不得已关门 你活该 高晓菱二人 叫苦不迭 只得硬着头皮 赔礼道歉 我们接受道歉 希望以后 高晓菱 你一看就是交上了有钱有势的男朋友了 请顾及一下你与我老婆的同学勤奋 别再为难我们这种弱小家庭了 高晓菱恨得牙痒啊 凑不要脸的 说话现在太讽刺人了 他真想给男朋友两脚 没用的东西 灰溜溜的走了 李警官 高晓菱男朋友看起来很有钱有势的 他会不会报复你啊 这人渣没告诉过你 我是谁吗 他爷爷以前是中海市局的老大 现在他爸也是呢 子成副业 女成副业呢 说完两人也回去了 收拾收拾我送你上班 其实宋三喜想的是苏友荣这个班不上瘾吧 但要提前一个月打辞职报告 要不然工资没有 押金也没有了 都是血汗钱 就让他先上着吧 送完苏友荣上班 宋三喜直接就去顾云梦的公司 准备炒股先赚上一大笔 那还真得找顾云梦这个 宋三喜来到百惠金融公司门口的停车场 却被顾云梦一顿冷嘲热 殊不知宋三喜接下来的操作会让她的脸被打得多疼 宋三喜 宝马 再次的车也是二十来万的 你这破驴子也好意思 也不嫌丢人 赶紧走 早啊 老同学 谁跟你老同学 赶紧走开 别丢我的人 说吧 顾云梦往一边走了 一辆黑色大奔开口 蒙蒙 早 赵哥呀 您来了 今天 看中哪只股票了 顾云梦很乖的站在车边 这是他的金主客户 赵良友 进了房间再说吗 好啊好啊 我陪赵哥进操作房间去 这位是谁 好像你们认识 这啊 出了名的败家子啊 不提他了 莫不是这种人也想来吹梦梦美女 切 还配吗 你赶紧走吧 这种地方只有赵哥这种千万级别的大客户 才有资格来的 你除了败家 还能做什么 宋三喜默然不语 这种败金女 不掉到真正的金龟血 那是不可能把自己交出去的 进了公司高端的感应大门 顾云梦发现宋三喜进来了 你怎么也进来了 这不是你应该来的地方 再不走 我叫保安了 我过来抵押贷款 是客户 你也哄我 你还有东西抵押呢 最后一套老房子 两居的 抵押了又去赌 人生就是一场赌博 博一博 单车变摩托 博一博 才有好生活 油嘴滑舌 有什么用 原来那么大的家业 被你跟傻子似的输光了 无家可归 你还搏个屁啊 大兄弟可掌点心吧 老房子留着 别书的睡大街 赵良有趣看盘面了 顾云梦随机给贷款业务部打去了电话 有个叫宋三喜的来抵押贷款 实际价值展办 好的 顾经理 宋先生 你这套房子位置有点偏 又是快二十年产权了 给你估值十万吧 月息九里 贷一年的话 也就只有 我不需要贷一年 月息呢 我就贷一星期 刚才我听到有个女人说给我折半 本来二十万 你给十万 我也不计较 业务员也没想到宋三喜耳朵这么厉 请示完主管后 最后抵押十万 日息五离 一天利息五百 业务员也是气得不行 靠屋 暗自骂骂咧咧的把钱发放了 日息 老子何系北风呢 乌曹 大哥你这 怕是有四十多万吧 咋还带 带着王儿 业务员跟傻子似的 站在那里 半天没回过神来 其实宋三喜知道 只有上了五十万 才算是金融配资业务部的大客户 来的路上在大富豪还搞了黄长勇三十万 宋三喜拿着钱走进了配资服务部 五十五万 炒股开户 先生 您可以挑选专职的一对一大客户服务经理的 这里是他们的资料 我选顾云梦 大客户VIP操作室 顾云梦手工模组好了咖啡豆 这是赵良友的专属服务 赵哥 您看您 今天都给我带好运来了 是吗 恭喜了 多大的新客啊 刚好过线五十五万本金的 这么大个玩意儿 我说宋三喜 你怎么还到这里来了 小曼啊 你也真是的 这里是他能进出的吗 他能喝咱这的茶吗 有资格吗 我的新大客户呢 在哪呢 前台接待陆小曼鸣嘴一笑 看着那边正坐着喝茶的宋三喜 顾经理 新的大客户就是这位宋先生呀 老同学 还不赶紧过来帮我提一下钱 需要我亲自提吗 接客不会 他的声音温和雌性 像极了绅士 顾云梦听着却很讽刺 脸都冷了下来 一阵犹豫后 那行 你不过来 我换一批 哎哎哎 老同学啊 谢谢光临啊 不用换了 我来提钱 我来我来 顾云梦提起五十五万的包 领着宋三喜往VAP操作室走了 这个混蛋 人家都是转账炒股 他还提着现金来 沉死了 爹以为你是大客户了 就了不起的样子 就你这跟赵哥比 差远了 笨 我承认 抵押贷款 不去打牌 反而来炒股 是不是有病 你会炒吗 小心亏哭你 顾云梦有时候还在想 宋三喜嫩王八蛋 要是不打牌书前 要是不拒绝他 现在他的日子该多好过 你现在打算怎么玩 今天随便玩一点 熟悉一下环境 回头玩沛兹高杠杆 不 你还会玩杠杆 几倍 十倍吧 神经病啊 我可警告你啊 别想着一夜暴富 五倍就顶了天了 万一亏了 你还得道歉 哪那么多废话 以为我不懂 难道你还喜欢我吗 这么关心 谁还喜欢你这种败家子啊 做梦 喜欢解的人多了 你算老解 很快宋三喜跟着他走进了VIP操作室 六台相对私密性的高性能店了 只做了赵梁有一个人 梦梦 开什么玩笑 这就是你的新大客户 赵哥 人家给了房子都要玩高杠杆 我能怎么办 不知死活的人 何必说他呢 兄弟悠着点 这阵子行情不太好 叫声赵哥 怕是我还能小小的拉你一把 谢谢赵先生 不需要 你还不需要 老子压根也没想带你玩 你在狂什么狂 高二都没毕业 能跟赵哥这种名牌大学毕业的比炒股 我妻子的大姐夫也是名牌大学 炒股也输得想跳楼 小子 你是在侮辱我 还是在诅咒我 面对两人的你一言我一语 宋三喜没在意 看着顾云梦手中的手墨咖啡就直接说 能把二流的猫屎咖啡豆煮出墨流的味道 你顾云梦也真是有本事 小子 你敢说我这一流的猫屎咖啡豆是二流 宋三喜扫了一眼那边茶水吧台上 有个高档的玻璃瓶子 里面的确装的是猫屎咖啡豆 赵先生 猫屎咖啡分四个品级 顶级四顶级三级和四级 你这个我一看咖啡豆的品项 恐怕不是三级就是四级 反正不可能是顶级 我要是输了 你账户不是五十五万吗 你要是输了 别在这炒股了 五十五万 我赢你三十万好了 我要是赢了呢 我给你五十五万 就让梦梦去送样本吧 我要是赢了 给你两成 谢谢赵哥了 您真大方 随即两人立自为之 还让顾云梦去打了三份自制 让他的老板钱永恒做了证人 此时宋三喜两人 正在操作着电脑界面 顾云梦打完字句也过来了 宋三喜 你疯了吧 你居然全仓九旋科技 我说宋三喜 炒股是不入流 还是真的门外哈 九旋科技你也敢买 有什么不敢买的 人生就是一场赌博 我这算是抄底了 你不知道 他已经接连爹廷一周了吗 你还有和赵哥的赌约 没履行呢 不管他 他今天没完杠杆 爹廷也最多亏损十个点 说给我他还给得挤 你是真傻还是真疯 看在同学的面子上 我给你推荐一下 我们公司的分析股 怎么也能赚一点的不是 要不要推荐 要求我呀 他忘不了被宋三喜的打脸时刻 这时候在他的专业之内 他要秀优越 找平衡 我不需要 只要你马上送咖啡豆 去中海大学 下午三点 我在这里等宋剑之骨 说完宋三喜关了电脑 不管九旋科技怎么样 全仓拿着 反正接下来他还会小服跌几天 但六天后会接连三个掌停满 这个记忆宋三喜是不会忘记 赵哥 他就是个疯子 疯得离谱 九旋科技 我预判不出半个月 很可能破产清算退市 你是个败下子同学 名符其实啊 不说他了 真丢我的人 赵哥 你自便啊 我送咖啡豆去验证了 去吧去吧 这五千拿着 送减飞 多余的给你了 五千现金交给了顾云梦 一个媚眼抛的赵梁 有心里一浪又一浪的 随后开着老板的跑催 老师怎么样 的确是最顶级的 射香猫是咖啡豆吧 女士 都在报告里写着呢 自己看吧 你们真是有钱就造的慌 胡乱瞎造 让人当傻子玩 顾云梦还想着装一次有钱人 没成想被人当做有钱人 第一回成了一种耻辱 此咖啡豆属于巴厘岛土著人工 卷养射香猫所产 射香猫所食用咖啡豆 未雨季咖啡豆 非野生咖啡豆 属人工种植 用了不少化学复合肥料 国内美金三百到五百元人民币 原产地五十到八十块 乌云梦傻了 带咖啡豆来的时候 说是在原地产买的 一斤豆子就五万块 他爸一次性买了二十斤 真是人傻钱多啊 一百万就这么没了 我的六万块也没了 咖啡豆定解了没有 咖啡豆确实如宋三喜所说 假的 这次输了大几十万 这百家子对咖啡还有研究呢 勇哥 宋三喜在我这儿炒滚了 那孙子有点钱了 七八十万吧 要不 足一居 他怎么那么多钱 怎么可能 他房子抵押了 另外不知道在哪里筹的钱 然后 钱永红把事实讲了出来 黄长永也是大惊 加上疼痛难以启齿 便挂了电话 下午三点 宋三喜和赵良友准时到了百汇金融公司 萌萌 结果出来了吧 直接说吧 我倒要看看这小子 有没有本事赢着五十五万 你赚什么 结果显示这咖啡豆 赵良友也是目瞪口呆 愿赌服输 不得不让顾云梦把钱打到他的账户里 赵先生谢了 要不一起高九旋 带你飞一步 行了吧 那炒股的水平 我甩你几条鞋 别搁着装大拿了行不 要走赶紧走 看见你就烦 要不要 咱俩再来赌一把大的 你小子来劲了是吧 你又想赌啥 狗改不了吃屎啊你 怎么什么都要赌一把 这么的吧 九旋科技如果触底反弹 连三日涨停 我赚多少 你输多少 你想翻倍也行 我要是输了给你当一辈子的咖啡室 让你当狗使唤 行就这样 梦梦即赌约 顾云梦来到钱永红办公室 这次还是让他坐的中间人 梦梦什么兽啊 送三喜两人说要赌九旋 到时候送三喜赢多少 赵两友就输多少 这他妈真是个丧心病狂的赌徒啊 我说喜少 怎么现在这么会玩呢 瞧不起哥哥公司的股票推荐了还是咋的 铁楼先要就是啊 为国护盘 侠之大者嘛 要不老钱咱俩也来开一局 开什么 就照着我和赵先生的赌约来 成 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戏谈 狗东西 沙发不错 喜少 赵两友在中海大小算个股神了 你和他赌炒股 不如咱们打个麻将扑克啥的 那不舒服吗 得了吧老钱 那些玩意太低端了 还违法 不说废话了 咱俩按着赵两友那边开一局吧 我赚多少 你给双倍 这能行吗 你输了给赵两友当舔狗了 你准备拿什么跟我赌 看你那破脸色 以为我不知道你一直惦记着苏友荣吗 行 就这么定了 可惜了你老婆 多好一女人让你给折磨的 钱永红笑的一脸猥琐 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 没人知道这一世的宋三喜事重生过来的 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蠢货 你们从老子这里坑走的 老子让你们加倍还来 反正要转行了 要拿地 大把的需要钱 虽然说说了把苏友荣给人家了不地道 但是舍不得老婆套不着狼啊 老钱 闲着也是闲着 去大富豪玩一圈儿 黄长永的场子 那地方有什么好玩的 都是骗人的 没咱赢的地方 你不去算了 我还有一两万的闲钱 去那碰碰运气 回头给黄长永说 你是真瞧不起他的产业 我去你的 走吧 去玩几把野戏 有你当挡箭牌 老子还怕傻 今天撒了欢的搞他钱 转身两人到了大富豪 这一次来 真面目没人认识 钱永红也是开业来了一次 但没来过 也没人认识 你是跟着我下注呢 还是自己看规律玩 你不打牌了 就来研究这些小打小闹 我不跟你下 我自己有脑子会分析 宋三喜上了一万五 一会儿输了好几千 钱永红倒是赚了点 喜少 没办法 看我这运气 我这推理 我这脑子 宋三喜没理他 五千分大王龙 一百倍 你狗贼输几眼了 玩嘛 开心就好 要不要跟我来这一把 要赢的哟 赢个毛信 老子信你就有鬼了 一声恐龙咆哮后 一百倍大王龙 五十万到手 钱永红肠子都会轻了 我去 这一无所有的 我决定在搞一家房产公司 来到一座老楼下 为自己的致富之路 一步步做打算 杨总 谢谢您的收留和恩德 但是我不是那样的人 请您自重 说话的正是林洛娇 原来的房企执行总裁 被丢了去 因为田田和他女儿们 是好朋友 所以宋三喜爱屋及乌 打算拉他一把 也正是因为林洛娇 懂房产 林洛娇你别不识好歹啊 没有我杨大理 你能成为我服装厂的主管吗 从来我厂长的位置是你的 厂子一半给你 这不是有容电器厂的厂长吗 这老小子厂还挺多 居然是个老色配 我不是那样的人 你有家是妻小 场面上也是不可小觑的人 不可以这样自做 别装了 你是怎么做到 龙原地产执行总裁的 难道不是那老东西 看上你了吗 你要是从我里的服装厂 被开除了 整个中海 怕是没谁会再用你了 你是在侮辱我的人格和真洁 我就是在中海乞讨 也不会屈从的 哪怕是背井离乡 去远方闯荡 也比出卖自己强 林洛娇的声音很刚 有种悲壮的感觉 杨大理则是哈哈大笑 你走了你的两个女儿怎么办 我能让他们学斗没法上 你一个刑罚刚过的女人 带着一对女儿 能到远方立下足来 杨大理 孩子们是无辜的 你别欺人太甚 跟着我没什么坏处 明白吗 此时喜教父忍不了吧 直接敲响了房门 谁他妈的敲门了 滚蛋 林洛娇直接开了门 一张陌生的面孔 您是 我是苏甜甜的父亲 月月和红红 是甜甜的好朋友 我路过此地 便上楼看看您 您家里进狼了 还是进恶狗了 林洛娇只看到了一副 温柔帅气的脸庞 还不知道宋三喜之前 是什么样子 你骂谁是狼 谁是狗 宋三喜毫不理会 杨大理的吼叫 林女士 方便的话 我们可以聊聊 关于您的新工作 比在什么破服装厂当主管 薪资更优渥 甜甜爸 你想说什么 你是哪里来的杂碎 见女儿的关系 想来勾搭我厂的主管是吧 我奉劝你赶紧滚蛋 去你的 敢对老子动手 老杂种有多远滚多远 从现在起 林女士是我的员工 你没有任何资格 再来骚扰她 有本事报上你的大名 让老子见识见识 今天晚上你不出来 老子就在这等 甜甜爸 您这是 杨大理现在自顾不暇 不可能再骚扰您了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我们下楼找个地方坐下来 好好谈一谈 前提是信任我 如果不信任我离开就是 一家看起来还不错的茶楼里 两人挑了个安静的角落坐了下来 林女士 或许明明他们讲过甜甜 也没有爸爸对吧 也许您是在远方 现在回来了吧 以前我只是个赌徒 输光了一切 对老婆孩子也动手殴打 是个人渣 现在醒悟了励志做一番事业 我了解到林女士 所以真诚想要 宋三喜坦诚直白的一段话 林洛娇也是惊叹不已 苏先生 您需要我帮到您什么 以前我重男轻女 所以女儿随了母性 我叫宋三喜 我要开办一家房地产公司 而您是我认定的执行总裁 年薪您来开 办房产公司需要相对雄厚的资本 恕我冒昧 您输光了一切 资金又从何而来 宋三喜拿出手机 翻到了到账信息地了过去 资金不是问题 运营相关您全权操作 所以年薪麻烦您开一下 先生知错能改 能奋斗 瞧得起我是我的荣幸 您看着给吧 我无权报价 林女士敞亮 那就按您原来的年薪翻三倍 合作愉快 杨大理那边的工资 我去帮你要回来 虽然不会很多 但也是你的薪汉钱 谢谢宋先生 林总 从明天起 你就要准备物色公司办公地址 着手准备相关注册资料 随后两人深入交流了一下 宋三喜对于地场行业的前景展望 构建理念的确超出了林洛娇的想象 这更坚定了林洛娇跟着他干的行 另一边宋三喜也开着大奔 来到了苏友荣的厂门口 周文斌瞅了一眼 没人知道这车是200亿天租的 租了十天 苏友荣也上了车 你炒股又赚钱了吗 这车很新 但还是像二手的 租的 暂时代步吧 比风里来风里去的舒服多了 你租的 真是败家子啊 装什么门面 就租几天 回头正式全款搞台好车 到家之后苏友荣洗漱好 看到宋三喜躺在沙发上睡着了 英俊的面容令苏友荣心跳略有稍快 哼 解财不要上你的当 半夜宋三喜醒来又到了大富豪 所有人都认了出来 没人敢拦着 宋三喜 你是不是专整老子来了 勇哥 我也是想照顾你生意嘛 哪知道运气好 我去你的 你是不是研究过老子的机械 你敢这么敢 我饶路了你 好好养伤吧 明天带人过来 继续研究一下 行了你别研究了 老子服了你了行吧 想我不研究也行 帮我办件小事吧 你说 你赶紧说 谁啊 深宫半夜的还让不让人睡觉 杨老儿 黄长勇给你电话 你还不高兴 是永少啊 对不起我有眼无珠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杨大理跟打了鸡血似的 黄长勇这种角色 想高攀不是一天两天了 可人家愣是看不上他 算你老小子 还有点觉悟 听着 两件事必须办好 永少您讲 杨大理披肝立胆也给您办好路 三元电气厂 苏有荣随时离职 工资一分不能少 明天李月之一车间主管 林洛娇离职 结算工资 永少 请不要为难老杨啊 咱们厂子有厂子的规矩 要不我让工商 税务去你那俩破厂里 立下规矩 不不不 永少 您说了算 您说了算 黄长勇得意傲气的挂了电话 杨大理也是满羞成怒 林洛娇注定要离职的 至于苏有荣 你离开这个场去那边当模特 不还在我锅里 为了你 我工资连着翻番也要把你签下来 就这样联合李乐之一厂 厂长王琼利用高薪 把苏有荣给签了 毕竟苏有荣是真的需要一份高薪工作 第二天王琼就打来电话 让林洛娇去结清工资 宋先生的威力真的展现出来了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林洛娇开了门 租车店的员工送来了钥匙 他也是下定了决心跟着宋三喜干 宋先生这是真心改过的 他的妻子苏有荣女士 会是多么幸福的女人啊 另一边宋三喜带着饭菜 也来到了妹妹苏有新的学校 坏人一日不准进去 万一你是坏人呢 有心那么漂亮 是个可怜的孩子 你要是伤害到他 我可负不起那则 阿姨 您看我像坏人吗 要不麻烦您给送上去 坏人又不写在脸上 你当姐夫的穿这么好 看看有心穿成什么样了 天天摆米饭加五毛钱的土豆丝 免费汤 你以为我要信你吗 宋三喜心里一揪 内心也是十分自责 有心能遇到这么好的宋伯阿姨 也是好事情 宋三喜转身就回去了 实则是去宿舍后面准备偷偷上去 关于宋三喜 苏有心给孟小兰讲过 当时都哭了 也是十分同情苏有心的遭遇 苏有心 吃完饭把我的衣服裤子洗了 听见没有 杨雪 我手冻裂了 可能帮不了你 冻裂了也得洗 不洗看我怎么收拾你 乖乖听话吧灰姑娘 别让雪姐发火呀 我们几个衣服裤子统统都洗了 听见没 好了中美 别扯了 再扯她头发能让你浩脱了 苏有心 没听见有人在敲门 开门去 开门一看是宋三喜 碰的一声把门关了 比起七灵 她更害怕和厌恶姐 这身体的前主人对她也是又打又骂 还抢生活费 人渣 你滚开 不要再来欺负我 为什么所有人都要来欺负我 有心 姐夫以前错了 请你原谅 从现在起 姐夫会做一个称职的兄长 不许任何人欺负你 杨雪他们也是开始恶语相迎 宋三喜还是强行打门给推 看着桌子上的饭菜和冻伤的有心 内心也是一九 还是个人母狗样的姐夫啊 有心的手都冻伤了 你们还忍心让他给你们洗所有的衣服 关你什么事 我们的衣服碗筷一直都是他洗的 一个穷鬼 不应该做这些吗 你人母狗样的还不是欺负了苏有心 刚才连自己都承认了 你们看不起他 更看不起我 现在我要改了 你们呢 你想改 我们管不着 我们不改 你也管不着 苏有心的姐姐还在我家常理上班呢 赶紧给我道歉 信不信我叫我爸开除他 看着眼前的好恨女孩 宋三喜拽着胳膊把她推到了那边的床上 你敢打我 我爸要是知道了 饶碌了你 你爸很快会主动给你打电话 说完宋三喜掏出手机又一次播给了黄长友 接通电话后恨不得欲梦 宋三喜 你就跟杨大理过不去了是吧 这会儿还收拾他女儿 这是你不办好 我下午就叫老钱他们一起去你那里玩玩 行了 交给我我来办 永少啊永少 您吩咐的事情我可是办好了呀 杨大理 你生的好女儿啊 在学校里欺负他的室友苏有心 那是苏有荣的妹妹知道不 别人手动了 还叫人家洗碗洗衣服 赶紧叫他和他的跟班给人道歉 以后给他洗衣服洗碗 要不然你的厂子颗粒无收 全家和西北风 黄长友根本不给杨大理任何机会 直接挂电话 杨大理气的肺都要炸了 简直是无法无天 还闹到黄长友那里去 紧接着杨雪电话响起 一声罢之后 委屈的眼泪就下来 你真是倒反天罡 在学校都干什么好事 欺负寝室同学 赶紧给人道歉 以后给人家洗衣服洗碗 你说什么呢 他有什么资格让我伺候他啊 混账 不听话 你会被开除 厂子都会颗粒无收 全家和西北风 杨雪小脸煞白 难以置信 没想到苏友心的姐夫一个电话威力正 苏友心已经是目瞪口呆 苏友心对不起 我们错了 以后再也不让你帮我们洗衣服洗碗了 我们帮你洗衣服洗碗 好了 我代表友心接受你们的口头道歉 友心你先吃饭 姐夫亲自做的 我出去买点东西 等会过来 宋三喜总算是让他解气了一把 说吧便直接离去 天生善良的苏友心 看着可怜的杨雪他们也不是滋味 杨雪 要不你们也来吃一点吧 我吃不完这么多 算了 你姐夫凶巴巴的 我们惹不起 万一他回来知道我们吃了你的 我怕脱酒 他们想吃 但是不敢 没多久宋三喜拎着大包小包赶不过来 所有生活用品都是崭新的 友心 从现在起 你的吃穿学费什么的姐夫都包了 待会洗个澡 把东西都换了 让他们收拾 我去给你交补洗衣服 哦 这几天上哪里发行才去了 后驢子改大班了 租的 只要面子活受罪 早几天没来 你不知道 你的酒旋科技跌成什么样了吧 感谢替我替我关注 跌成狗屎我也认了 好心当做驴肝肺 苏又荣嫁给你白瞎了 得亏是当年我拒绝了你 你应该感觉到幸运 今天酒旋科技肯定在跌停 很快就要退市破产 你就等着哭吧 两人很快来到了操作室 赵良友也在看着盘面 呀哈 宋三喜 你小子憋不住了吧 今天来打算全仓出手止损 你的资金已经腰斩快一半了 你要跟我混 我还能让你捞两把 赵先生别忘记了 我们是有约定的 对对对我会收获一枚咖啡师 你55万现在就剩下30万了 转你银行卡吗 燕姿 1040万加上刚刚的30万 十倍杠杆 你哪来这么多麻眉 他们不知道以他的记忆力 对欧洲五大联赛的了解 赚了500多万 疯了吧 跟着我头不行啊 十倍杠杆那可是一七百万啊 我们拉哪一支部不行 你还想全仓九权科技 顾经理赶紧的吧 莫非百汇金融连个十倍都给我配不起 这么多要钱总亲自批的 我给他汇报 顾云梦汇报完之后 钱永宏也是一阵咆哮 五分钟就到了账 直接坐哈九权科技 涨了 九权科技触敌反弹中 没多久就涨了1070万挺 赵良游简直不敢相信 顾云梦也在算着自己的提成收益 都涨停了 还不赶快出手 狠赚了好不好 皇帝不急太监急 今天涨停明天就不涨了 再见我明天再来 真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 想连涨停三天 做梦吧你 第二天一早 宋三喜习惯性的和李蕊杨 比试晨跑六公里 他都说那么一点 那个案子破了吗 还没有眉目 慢慢来吧 总会有破的时候 哥们 你两口子起得真早啊 哪凉快哪待着去 瞎说什么 杨杨 爷爷的病发 恐怕没多少时间了 别急 只要去了医院 我来做手术 你疯了吗 学过医吗你 李爷爷的情况 我在电话里听得清楚 唯一的肝脏血管流权威官教授 去南方学术交流了回不来 现在恐怕只有我去救他了 很快两人到了医院 李正刚一眼就认出了宋三喜 得知是他要做手术 你的不是胡闹吗 相信我吧 这时候没人敢做这个手术 除了我 乌菌消毒 手术服 李爷爷配型的所有血浆 全部掉挤过来 人工肺 体外血循环基 全部被上 只能半麻 不能全麻 二十分钟内 开始手术 宋三喜的这段话果断 像是一个专业的医生 所有人都心里七上八下 只能试一试 小伙子 你是 我 宋家的败家子三喜 很高兴能为您做这台手术 李长波医生风雨无数 中海大佬之一 心理素质好 但也目瞪口呆 今天早上我会全力以赴 反正我不做的话 也等不来关教授 也是 那就开始吧 今天我是医生 一切责任我来背 三喜 你小子真的和以前不一样了 人总是要改变的 要学习和进步的 难得你能有这样的觉悟 没点而觉悟 敢给我李爷做手术 我长几个脑袋啊 你小子看来长得是 就这样两人风趣的聊着天 把手术给完成了 怎么样了 李叔放心 手术已经成功 医生们还在缝合伤口 我有重要的事 得先走一步 你不会是找借口想开溜吧 我们必须看到我爸平安在放你走 宋三喜 再重要的事情都麻烦你等一下 一边护士给宋三喜打着圆场 一番解释 没人敢相信这是真的 三喜大侄子 你等一下 我给李爷爷讲过了 有什么话 等他老人家康复了之后再说 所有人对宋三喜的看法都有了改变 这时宋三喜也赶到了百汇金融公司 赵哥 你好像 要输了 赵良有目瞪口呆 如果今天掌停 宋三喜的盘面将达到一亿四千二百四十一万七千 我的天哪 这要给他四千多万啊 几天时间 亿万富翁了 不到五分钟 九旋科技到达掌停天花板 老同学 别傻站着了 请开始你的工作吧 我要提现 赵先生 用不着那么气馁 男人的人生起起落落正常 过来坐吧 聊聊 那什么 宋 宋兄弟 你想聊啥 按盘面算 我赚了四千两百四十一万七千 临头不说了 四千万 赵先生能履行多少 宋兄弟 大家都是炒股的 中海赵家也不是小排面的家族 说不定以后咱能成为朋友 您也有用得着我的地方 这次的约定反正您也是赢了 要不这样吧 打个对折 赵先生 打对折交个朋友 我同意了 宋兄弟兄弟广阔 你这朋友我交定 回头有什么用得着的地方只管说话 在中海赵家的话 多少还是算话的 好 交个朋友 以后我基本上也不会来炒股了 做点别的事情 说不定还真给你赵家打电小麻烦 有问题没有 宋兄弟有事就说 赵良有能帮到的王 一定帮 钱总请你去他办公室一趟 要不然他不批提线 喜哥 你可真是我哥 这中海古神 华人巴菲特 非你莫属啊 钱哥 别这么碰 我有点飘 反正你有的约定我赢了 也保住了永荣 不是吗 喜哥别啊 这么多年的朋友了 用不着这么认真吧 永荣是你妻子 我只是开玩笑来着 你说个锤子 钱永红 以为我不知道你 这么多年了 都是朋友 不要像云梦说的那么生云 啥一个子儿都不少 太身份了 你和黄长永几个坑我的时候 没这么客气吧 哪一次不是一个子儿都不少 兄弟 我不知道你知道什么股票内吗 但是你要是执意一分不少的话 我也认了 认了就对了吗 不 我话没说完 你现在除了马内你还有什么 我当你是朋友是兄弟 你也支去一点 在中海你敬我一车 我敬你一仗 我只给你五百万 你要收了 我们还是朋友 是兄弟 如果要坚持 那不好意思 我们走着瞧瞧 四千两百四十一万七千 我现在不要 你先把那三千七百九十万 兑现给我再说 痛怀人 你一个无权无视的败家子 突然有了几千万就嘚瑟 到时候你还得吐出来 不信走着 三喜 中午我做东一起去吃个饭 晚上打个高尔夫怎么样 不用了 我中午要给女儿做饭 先走一步 高尔夫我倒可以过去陪你 宋三喜转身头也不回的走 拿起手机打了出去 怎么了宋兄弟 赵先生 我的事儿来了 怕是还得你出个马了 三喜兄弟 有事儿你说话 赵某经历而为 当即宋三喜把钱永红的事情讲了一遍 这个钱永红也太把他当回事了吧 说话不算谎 还是不是个男人了 三喜兄弟说吧 你要他多少 一个字儿不少还是打个折 我全要 好 我来搞定他 你等着 事成之后 两千万相谢 宋三喜 我是真心交个朋友 你别侮辱我 说了还能挣回来不是 我宋三喜说出去的话 就是吐到地上的口水 能收回来吗 我今后加音 钱永红 你不知道赵良勇还真能克制你吗 赵良勇人傲但聪明 有背景可以用一用 他的马内 我宋三喜不要也罢 而你钱永红几个坑过这身体前主人 不择手段 那我宋三喜 何必给你们客气 钱永红是个有马内的二代 而且父亲在中海市里也算的角色 赵良勇的爷爷在中海市虽然退了 但更是一个角色 我说钱总 不地道吧 我输了我认了 你输了一个子儿不改 赵哥 哪里话 他现在不要了 只要我兑现他那股票了 他当时说现在不要 没说以后 不用了 钱总 宋三喜从今天起 也是我兄弟 我朋友 麻烦你给我老赵下一个面 该给多少给人家多少 别让我为难 拜托了 我的赵哥 别啊 我也是替人打工 赵良勇挂了电话 在中海 钱永红敢得罪的人很多 但不能得罪的 赵家便是其中之一 老钱 还有两千万呢 三小我在筹款吗 下午一定过来打高尔夫 跟赵良有一个德行 又挂 勇哥 宋三喜赢了我出了两千多万 剩下两千万你不得表示表示了 我前前后后 一个咱没看到 加上大富豪还在两千多 别激动了 都是多年朋友了 这事您真的帮我撑着了 要不然 你还真跟宋三喜认真兑现 一个子都不给 他能咋低 怕是不给不行啊 他和赵良有那家伙成兄弟了 输了四千多万 反而替他说话 宋三喜账号给我吧 不过我手里可就一千六百万 要不你给宋三喜讲讲条件 他跟赵良有的关系 我们暂时惹不起啊 我试试吧 他要是坚持的话 你自己想办法 黄长永也是气得不行 什么时候轮得到宋三喜 骑在他的头上 宋三喜说 一千六百万马上转 少一分都不行 不够车给他 他要他那台卖巴赫 原价一千两百万 不到两年就算四百万 算了勇哥 那车本来不也是他的吗 来日方长 他现在有关系 一事不好解决 行不行吧 叫他来我家拿钥匙 下午他要去打高尔夫 很可能跟我开一局 你过来不 奉陪到底 林总 荣喜地产的进度怎么样了 现在一切程序都走得差不多 人员招聘也快完成了 就差注资一千万了 注资成功之后 年夜执照什么的就能到手了 把公司账号给我 我把钱转过去 宋先生不是说好一千万就够了吗 怎么那么多啊 正好资金充沛 多多益善 一千万注资 四千万机动 回头我们就要准备做项目了 也需要用到的 先生真是做大事的人 大手笔啊 你安排一下手底的工作 把车还到租车行去 然后就在车行等我 林洛娇随后到了便看到一台迈巴赫停在一边 简直不要太亮眼 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开上这么一台车 我的天啊 宋先生 这是你的车吗 以前就是我的车 后来不争气半价输给别人了 现在又回来了 不要误会 正经回来的 没有没有 宋先生真是年少有为啊 走吧 带你去买台车 你带身份证了吗 宋先生 配车是以公司的名义买啊 再次也得以你夫人的名义买的 怎么能 宋三喜做事 宋三喜说了算 不大会儿两人就到了中海奔驰寺 林总你进去选 任意一款都可以 我要去那边的中药材批发市场 买点东西 等会儿过来 哦 这不是林大小姐啊 听说因为老公的事情也判了缓刑啊 这穷的都混之一场了吧 这里也是你来的地方 说话的是胡海妹 林洛娇的大学同学 和男朋友分手成了林洛娇的账 是吗 胡总 这还是个有污点的寡妇 来着买奔驰 怕是马内来路不正吧 赶紧走吧 这不是你应该来的地方 你们不知道他上学还抢人家男朋友呢 林洛娇两眼含泪转头走出了4S 宋三喜也赶了过来得知情况后 搂着林洛娇的肩膀 进了店 恰巧被中药店的杜海平看到 拍了照片随后就告诉了苏友情 这小子这么阔绰 准没干好事 有马内都不知道 给苏友荣买台车 真是人渣 周末找个律师让友荣把婚礼了 省得糟醉 老同学你好 又见面了 小妹 刚才有没有看中什么款式 让这位副总好好介绍一下 没想到你还榜上大款了 还真年轻 高大英俊 我看就S级挺好的 是啊 老同学 奔驰S级多好啊 与你的气质特别配 请你不要插嘴 继续介绍你的 最后以200万买了一台200多万的S600顶配 两人前脚刚走 后脚杜海平就过来找胡海妹打听了一番 把宋三喜说的啥也不是 另一边宋三喜也到了南山高尔夫俱乐部 李叔 我三喜 我给李爷爷弄了些中药 都在我车里 现在方便给你吗 你小子现在真会来世了 我们在那门口见面 这要钱还有早上的手术费用酬劳 你给叔报个价 说那些干什么呢 李叔 送礼两家也是有些渊源 算了吧 您真要感谢的话 耽误您两三个小时 和我进去打高尔夫放松一下 我和钱永宏约定几把高尔夫球 万一这家伙输了不认账 不得有李叔您关照着 钱永宏他们几个把你害成什么样 你心里没数吗 我现在不打牌了 炒了点股票 开家地产公司什么的 话是这么说 但炒股这玩意还是不碰的好 最好别和他约了 书做东 你想怎么玩都行 以后这南山俱乐部你随时来 报我老李的名字免费 带老婆孩子孩子来休闲一下都算我的 李叔别搞这么客气 情况不好 我不约就是了 宋三喜 听说你把红哥和勇哥赢得鸡飞狗跳的 说话的正是王辉 他爹中海几位大佬里面排名第二的角 所以才这么嚣张 运气好罢了 知道钱哥是个高尔夫高手 学习学习 学习能行 你不是说跟钱哥约一局吗 我和勇哥肯定压在钱哥身上 那看钱哥了 比开球远近或是打个小比赛 我那辆麦巴赫拿出来就行了 行 我那台宾利压钱哥呢 你输了麦巴赫给我 他们两位分别八百万 成 我要输了宝马750闺女送三喜 加上我的奥迪吧 打一局小比赛 打三个洞 两个三感洞 一个四感洞 谁的甘树少谁赢 就这么定了 你们几个说话算话不能有小动作 王上 准备好了吗 放心吧勇哥 保证钱哥每一动都两感进洞 李叔来了 我一会儿要跟钱永洪开局了 罢了 既然你们要打 我也就当看客 不过不许作弊 不许输了不认账 老李怎么来了 还是向着宋三喜说话 看这样子关系不浅啊 走吧三喜兄弟 老师在这儿没意思 直接下场吧 瞧好了 三喜兄弟 不好意思我领先你一干了 你大概率输了 宋三喜先把钱永洪的球捡了起来往回走 这就是你赢的方式吗 把高尔夫球吃了让钱哥无球可打 但凡你能计个大概位置把球放下 我能不计较你 这算是我的大度吧 钱哥 原来圈中高尔夫高手也要作弊 输赢自有人凭 你们南山高尔夫俱乐部 是不是害我 这不是我干的 这不是害我们钱哥吗 他这算输了 马内得你们出 李叔您一定得帮着好好查一下 你仨都是场面人 别瞎扯了 我就是把这里翻个底朝天 查个绝地三尺人家也是清白的 该怎么做你们自己知道 三喜我去开个会 你回休息室等他们吧 不用担心他们不认账 虽说王辉的父亲比李正刚位置高 但是李家老爷子还健在 没人不敢给面子 阿辉和勇哥在楼下等我 明天办过壶手续什么的 顺便把所有的备用钥匙也给你 钱哥 以后我也不想打牌了 但你们如果还想跟我约别的呢 有机会了一起开个局 下次指不定要输给他什么呢 不过钱勇红可不是个服输的主 回头有时间再赛一局 那就十天后 赢新春南山杯高尔夫赛 报名吧 谁排名高谁赢 至于赢什么东西 到时候再定 好啊 就这么说定 今天晚上买些菜好好庆祝一下 钱勇红的宝马就给姐夫吧 正好他要换台车 顺便拿点钱让他去德国 宾利给友荣 至于A8就送给大姨子吧 到时候再给他们多安排到荣系地产上班 我们离婚吧 这是最后一个电话 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 老婆要和我离婚 经过我的一番解释和行为 一大家子从归于好 可意外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大姨子怀孕了 却不是姐夫的 老钱 今天过户怎么不见你们三个 我要陪儿子去医院 勇哥也要去检查身体 王少在家相亲过不去 哪能这么容易就让你拿到车 把这三辆车的违章都调出来吧 我先看看情况 这三辆车扣分光罚款都得交上万了 如果你们今天上午不过来接受处理 受李正刚同志只是会进行强制抓捕 并通知媒体跟拍 请不要让大家为难闹得不好看 看到宋三喜现在有关系势力 钱勇红三个也是怂 按照宋三喜的要求 三辆车也都开到了杜海平家楼下 宋三喜 我是苏友荣的离婚代理律师周伟 周律师敢问您的太太的日常事 这和您二位的事情无关吧 深有关系 让我们像男人一样开诚而谈 我的太太全职带娃 那么您一个人辛苦养家 为了案子劳心劳力 而您的太太可能还养尊处优 甚至有时候表示不满 觉得你赚少了钱来得太慢了对吗 有这样的事实 女人有时候身在福中不知福的 我的妻子坚强独立忍辱负重 为了孩子为了家庭承受了一切 还没有得到补偿 他应该带着孩子近身出户嘛 现在我醒悟了 我正在努力挣钱养家 给他和孩子更好的生活 我能拥有这样的机会吗 经过两人的一番通话后 周伟也给苏友荣打去了电话 我觉得还是给宋先生一个机会吧 这婚您二位还是不要离了 就算是打官司审判院 也不会支持离婚的 我比您更懂 宋三喜那种人渣 打老婆打孩子 外面勾搭寡寡女 怎么就还不能离了 这需要铁证如山 宋先生太能砍了 说的我都想把婚离了 您的丈夫现在正在楼下等着你 寡妇的是听杜海平说的吧 她恨我 加油添醋也很正常 我也不怪她 人家也是为了我好 你现在气量这么大了吗 尊都假都 我宋三喜堂堂正正做人 经得起考验 股票我的确赚了不少 而且以你的名义 开了一家地产公司 你是唯一的老板 林洛娇的女儿和田田是好朋友 正好也懂地产行业 一个女人不容易拉她一把 那你为什么给林洛娇 买那么好的车 她是个能干的女人 值着台车 荣喜地产你是甩手老板 她在为你工作 为你挣钱 有她你可以什么都不用操心 以后抽时间 看看自己的账户 多了多少钱就行了 那我呢 连一台奔驰S都值不了 你有钱了 就想着她一个能干的女人 你的车我已经准备好了 不比奔驰S差 另外我会把大姐大姐夫 都安排到地产公司上班 你老板的身份就保密吧 一份事业需要亲人的帮助 但是亲人不能有优越感 否则滋生骄傲情绪 太不利于事业 你懂吧 你是有尊严 有自由权利的女性 你想当幕后老板 还是继续上班都无所谓 我会尽力做好一切弥补过去 为你和甜甜的幸福而奋斗 苏友荣一阵沉默 难以置信 眼前的这个男人 会这么理性温情 给大姐打电话 让他们也下楼吧 另外两辆车是送给他们的 这三台车这么贵 你到底怎么来的 如果来路不正 我是不会要的 别问 问就是懒的说 大姐 你和姐夫下楼吧 送三喜 有话要对你们说 这三台车都不便宜 啥时候我能开一台 便利起码八百万了 行了别羡慕了 努力工作赚钱 完成自己的梦想吧 你还敢到这里来 这里不欢迎你 好吧 我准备送给你的宝马750 我这就开出去卖了算了 别啊三喜 你说的都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我现在会变得越来越好 杜海平激动的脸 激动的笑 已经把送三喜的坏抛之脑后了 大姐 深深伤害过你 非常抱歉 被巴送你当做一点小补偿 我算是明白了 我这三喜兄弟是真的变好了 他不再是败家子了 他就是咱家的顶梁柱主心骨啊 三喜啊 以前多有得罪啊 不生我气了吗 没事 都一家人呢 你先去一趟德国 把病治一致 我给你一百万 我一直很愧疚的 现在有能力了 应该做出补偿 姐夫现在对你 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啊 这就是金钱的力量 可以化解一切恩怨 怎么是你 三喜跟我走啊 去救救我爸 我爸摔伤了 医生说你医术高明 只能靠你了 张老板 送三喜怎么可能会医术啊 有容 人命关天 我还是去一趟吧 送三喜到底怎么回事啊 会炒股 会厨艺也就罢了 还会医术 他啥时候学的 大姐 送三喜去中海第一人民医院 抢救病人 太不可思议了 要不要咱去医院看看 姐妹两人一合计 开着车真去医院了 有容妹子 谢谢你们关心啊 以前多有得罪 有容妹子 你别往心里去啊 算了张姐 毕竟你也借过我钱 给甜甜看病 我和大姐去车里等三喜吧 洪松你赶紧准备钱 三喜能救了老爷子 一定要重谢 三喜兄弟情况怎么样 感谢这边医护人员 提前全力保命 病人已经脱离危险 送到重症监护室去了 不宜探视 48小时后 应该能转普通病房 三喜老同学 20万不成敬意 没必要 赶紧收起来 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复徒 那真是太谢谢了 以后在南海区要办什么事 涉及到行政啥的职管 给我讲包办好 有容姐妹俩在外面等你呢 就里爷爷还有这张老头 都是对以后有用的人物 不收钱也无所谓 有些事的借 借久了这就是人脉 大姐你怎么了 会不会怀孕了吧 不是吧 可能下午吹了风 有些感冒 要不让三喜给你浩浩卖 他可是医术高超啊 要真有了 生下来甜甜以后 也有个伴儿了呀 苏友荣是替大姐一阵高兴 可苏友情内心苦涩不堪 按照时间的推算 孩子肯定不是杜海平的 三喜 大姐怕是怀上了 你不是医生吗 给他浩浩洗脉 能不能行 好啊 这多简单的事 把手提给我吧 大姐恭喜您了 真怀上了 而且还是个男孩儿 现在苏友情只觉得痛苦 到了家还是忍不住 告诉了杜海平 今天真是喜事连连呀 我老度家有后了 对了友情 你怎么知道怀孕的呢 是送三喜 给我把的麦把出来的 他说是个男孩儿 他还是老中医嘛 我的天 真是令我刮目相看了 他懂得多 明天再让三喜 和你一起去做个检查 大姐 昨晚睡得好吗 你说呢 你睡得不好 我也有些焦虑 说开了吧 这孩子的父亲是谁 我们都清楚 为了家庭团结 我得替你和某人保守秘密 抛弃一切的情绪 你只能面对这个事实 孩子要还是不要 你要占主导作用 我能占主导吗 你看杜海平激动成啥浪 孩子不能要他 不得疯了 问题是到时候不像我 也不像他 而是像某人怎么办 我有办法 我们到省城医院生产 到时候孩子抱错了也没关系 最起码也会在大富大贵的人家 这个方法倒是好一些 生活条件我不担心 但父母的人品一定要有保证啊 放心吧大姐 我会办好的 哪怕不得已在医院抱错了他 也要让你们母子会有见面的机会 当然我们都要拥手保密 以后我会我会找个适当的机会 成为他的干爹 到时候我来担任医生 你的医术很高明 一个干爹 能亲手接生自己的干儿子 你真幸运 你好好养胎 领着大医子做完孕检 大姐夫打电话叫去天赐名宴大酒店吃午饭 却不料碰上仇家被一顿欺负 而此时老婆也身处危险之中 举少也是你们敢招惹的 爷配来这里吃饭 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那不是海平和田田吗 大姐控制情绪 保胎要紧 交给我吧 田田不哭 爸爸来了 大姐夫怎么回事 我们本来点了菜在包间等着 徐灵荣带着高晓玲过来了 开口就是一顿吗 原来是这小婊子啊 怎么跟你爷爸爸来这里吃饭 你就是田田原来的老师高晓玲吧 你才是个婊子 三系兄弟没把你收拾够是不是 你个杂碎敢跟姐这样说话 徐哥这本人欺负我你看都没有 小子 敢这么欺负我家晓玲 知道我是谁吗 我管你是谁 高晓玲当幼儿老师虐待田田 刚才还那么骂他 简直一点试得也没有 一点教养也没有 还是不是个人 教训我的女人 你算什么东西 别在我面前嫌疑 我徐正龙是天赐明艳白星VIP 不想看到你在这里 好大的口气啊 我还以为这五星级酒店是你家开的呢 把这家伙打一顿 事情经过就是这样 那几个保镖挺厉害的 咱还是报警吧 你带着田田回车上等着吧 这里你不用管了 放心吧 徐哥就是他 上次在幼儿园打我耳光 让我趴在地上像狗一样吃东西啊 徐哥你可要替我报仇啊 刚才那个傻缺比你强壮多了吧 还不是被扔出去了 你这小体格子也真是有勇气啊 实相的给我家小林下跪道歉 并赔偿他一万块钱的损失 然后带着这只小婊子赶紧滚蛋 绿衣地产中海公司少东架 没品的混账 你和高小林辱冒我的女儿必须付出代价 杜海平看到这场景过来了 酒店的保安也纹身赶了出来 你在这里欺负我们的白京VIP 徐先生不会有好果子吃的 今天想摆平这事 请把你们董事长李正梅叫来吧 他说怎么办 那我们就怎么办 你敢喊我们董事长来 那你等着 董事长向来以客户为上帝 宋三喜 你今天完了 在这里我 闭上你的臭嘴 现在没你说话的份 宋三喜站在水池边看着他们 李正梅也打了过来 李董事长啊 你可算来了 我一个白金 董事长 让我拿下他再说 你给我闭嘴 带上你的人滚回岗位去 这里什么时候轮得着你们掺和 三喜你来酒店吃饭 也不提前说一声 小姑给你把菜先备上啊 徐正龙等人傻眼了 怎么也不敢相信董事长 居然自称宋三喜的小姑 你们为什么骂一个小女孩 还在我的地盘上动手打人 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 你这个董事长怎么做生意的呀 徐哥是天赐大酒店的白金VIP 是酒店的上帝 你凭什么这样对待我们 在姐的地盘上 比白金VIP真尊贵的 是甜甜的爸爸宋三喜 他是天赐酒店 永远的免单客户 无论什么样的需求 天赐酒店将力所能及的满足 我宣布从现在起 这位徐先生的白金VIP永久取消 永远不欢迎来我酒店消费 李董事长 我爸是徐光君了 绿衣地产中海分公司是我们家 我管你爸是徐光君 还是王光君呢 绿衣地产很了不起 他们不知道宋三喜 是李正梅父亲李长波的救命人人 也是数一数二的人物 宋三喜 你给我等着 这口气我非除了不可 大家都别在这站着了 到里边去 今天中午开始三喜 享受免单VIP待遇 好酒好菜随便啊 这下宋三喜有靠山了 另一边徐正龙的阴谋 也马上展开了 我让哥哥嫂子也过来 借此机会 感谢一下三喜 不变了李小姑 劳师动众的真不适应 等李爷爷康复了之后再说嘛 你这就不要太客气了 行吧 那咱们就等下次了 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情随便讲 李正梅陪几人吃了顿饭 最后客客气气的送他们离开了 友情 感觉你不开心啊 没有呢 别说不得我嘛 虽然去那么远的地方 但为了幸福 就半个月我就回来 咳咳 赶快叫三喜来 三喜你这也太牛了吧 这手法能教我吗 以后我也这样给友情按摩穴位缓解孕土 算了吧海平 这手法你肯定学不来的 什么学不来啊 只要用心肯定能 就看三喜兄弟教不教 大姐夫 这手法五年方能小成 十年基本能像我现在这样 你学不 算了算了 反正家里有免费的医生 我学这个干什么 太耽误时间了 三喜 我做梦也没想到能有你这样的好兄弟 我去德国的老婆儿子就拜托你替我照顾好他们 放心吧 家里的事情一切由我照顾着 到那边了 先看一看 玩一玩 不着急 回到家后 苏友情情绪一阵低落 三喜 我觉得真对不起海平 大姐 事已至此只能尽力补偿吧 别把自己搞抑郁了 现在家里也不缺钱 不能这样吧 我这才怀了多久啊 没那么危险 说句您不高兴的话 我送三喜还养不起自己的孩子吗 该吃吃该喝喝 想买衣服随便买 首饰啥的只要你开口都行 我可不能让你买衣服首饰 多不好 你也不怕人起疑心 我想出去上班 不想就这么费着 也行 从现在起 你就算是在地产公司上班了 每个月按五万算 我给你开工资 别开玩笑了 我可不是拿人钱替人生孩子的女人 有我的孩子 这就是伟大的事业和工作 自然要报仇的 不多说了 我出去一趟 宋三喜刚出门手机响了 拿起一看 竟是苏友荣的追求者周文斌打来的 宋三喜吗 我周文斌 周先生有什么事吗 我感觉友荣在省城会有危险啊 可怎么办啊 什么情况请慢慢说 杨大力刚才有事找我过去 还没敲门就听到这老家伙自言自语 苏友荣啊 去了省城 你后天就是我的人了 进来吧 我侄子杨军后天从外地回来 以前是练三打滴 得过什么世纪青年冠军 现在你给两个副队长做工作 裁掉其中一个 后天我去省城参加一个服装交易会 三天后回来 我要看到杨军正式上班 好的 周先生 谢谢您了 看得出来您对友荣也是一片真心 快别说这些了好吧 友荣有危险 你要咋办 不急 我感觉这杨军一回来 你倒是危险了 我知道杨军做保安副队长 用不了几天就能做队长了 但我的饭丸 比起友荣的清白来不值一提 周先生 我认你这个朋友 回头不想干了 我给你推介个工作 公司安保部长比在厂里当个队长 待遇更好 你认真点吧 说友荣的事啊 你说我工作干什么 不急 杨大理不是后天才到省城去吗 他要使坏也是后天晚上对吧 他明天一早就走 说是到省城还有别的事 后天才去交易会 这样吧 你负责把杨大理的行踪落实 比如今天晚上他会在什么地方 你现在还是队长 上班时间也自由 那就盯他的烧吧 最好是他落单的时候 阻止他去不了省城就行了 友荣的清白不容犹豫 我豁出去了 从现在起 你已经是安保部长的职务了 回头一旦你离开了厂子 马上可以上班 工资比现在肯定多得多 宋先生 你这 不用怀疑 办事去吧 这还是以前吃喝嫖赌抽的宋三喜吗 姐夫刚去德国 大一字就要我进他被窝 刚处理好老婆的事情 我和大姐夫的小隐私也被暴露 三喜我到了 刚出机场 打个电话报个平安 大姐担心你半天了 你赶紧跟他说说 要兄弟不要老婆是吧 好 我现在给他打 你讨厌死了 要兄弟不要老婆了吗 我这不是感谢我兄弟吗 其实我是担心你带咱儿子睡觉了 不想打扰你们娘的吗 你真烦 一点都不关心我 老婆我错了吗 别生气啊 别动了胎气 宋三喜看到这场景也默默的出去了 却发现暖气停了 这要是没暖气 晚上可就糟糕了 三喜怎么这么冷啊 暖气停了 你把所有的被子都给盖上 应该能顶得住 现在下着雪也没办法去酒店 那你怎么办啊 要不你自己不行去酒店吧 没事 这大冷的天 你自己在家我不放心 赶紧撤吧 雪太大了不安全 这老小子明天一大早 也别想去省城了 行 有什么问题 我及时联系你 大姐夫 你在法兰克福的话 明天有法兰克福队的比赛 就买一比零 剩下个一万欧元啥的 那可是十多万块钱啊 我哪敢这样慌 听我的嘛 你要是输了 我补给你 三喜啊 你现在是能赚钱了 可是也不能再这样了 不是 有用也最痛恨这个东西 不是大姐夫说你 我也是真不希望你玩这些 其实我的马内 有一部分就是买足才赚来的 那也保证不了场场赚的 这东西听人说容易被人操控比赛 三喜不要固执啊 你是聪明人 我的记忆力就能操纵一切 你说的也有道理 那你就买一千欧吧 算了吧 买一百吧 宋三喜略有些无语 说了大半天就买了一百 转身自己就买了五十万 宋先生 这杨大力真是疯了 他叫我去给他排队买火车票 明天上午去省城的就行 给他买吧 买上午十点左右的吧 宋先生 你有办法了 对 买好了短信告诉我时间 辛苦了文斌 我会好好感谢你的 早点回家休息 客气什么啊 宋先生 挂了啊 三喜 要不你上来挤一挤吧 没事我能扛的 你能扛 我和儿子冷啊 你不过来 我也不盖了 就让我娘俩冻着好了 别别别 我过来就是了嘛 一刹那淡淡的香气醉人 苏友情感觉身边如有一轮小太阳不经舒适了 谢谢你 别这么客气 我是干爹嘛 第二天一大早 杨大力和周文斌来到了火车站 当然是让周文斌来做鼓励拿行 借过一下 我那边有点急事 你干什么你 推什么人啊 赶着去投胎吗 穷鬼一个 这么没素质 你干什么吃的 就只会拿行李吗 老东西的车票 我已到手 他若让你的票上车 就说你车票也不见了 越后山 厉害啊 刚才那位居然是送三喜 明明票就在封衣口袋里 怎么会不见了 你点找票去 后面还有这么多人 快点火车要开了 你票先给我 你一会上车补票 杨厂长 我票也不见了 你也真是不小心 票被爬手摸了吧 在哪没的 我哪知道啊 这人挤人的那么多人 杨厂长你说会不会是推你的那个 瞎说什么 就那个穷鬼像爬手吗 我混社会白混 混社会跟送三喜比 你个老小子真差远了 检票员同志 能不能我们先上车后补票啊 以及什么 没见证忙着呢吗 今天爆满估计火车会超圆 站票都补不着了 放你上去可能性不大 有人举报你携带违规品上车 请积极配合我们例行检查 胡说 我怎么可能携带那东西 你们是不是搞错 周文斌你看什么看 还不赶紧给人家解释一下啊 我可是大大的良民 就着你还是大大的良民 带走回所里接受调查 我开了两个头 是个事业有成的男人 怎么可能带着东西 真是有人陷害有人栽赃我啊 事业有成前也很多的人 碰这个的我们见多了 有什么情况回去说 周文斌是退役军人 随身有证件 在意的时候还立过功 经过检查没问题 杨大理有嘴说不清 老实交代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冤枉啊 我被人推了一下票没了 就出现这事 你当我们傻吗 这种情形下 人家又偷你车票 又给你塞东西在包里 这可能吗 他长了四只手 还是八只 罚款五千 行政拘留七天 文斌啊 我这是犯了哪个小人啊 这么不利啊 无论如何 今天你一定要赶到省城去啊 把礼物送给天赋电器厂的老板卢克平 今天他过生日 杨厂长放心 我一定办好这事 这就去买黄牛票 你犯到了牛人老小子 谁叫你不安好心的 宋先生真是看不出来你这么厉害啊 好佩服你 文斌你啥意思 我说宋先生 那不是你干的事吗 文斌 我当你是朋友 你却这么怀疑我就不对了 我什么也不知道 连车票也不是我驱动的手 我现在感觉有点无辜 那真不是你吗 那杨大理这老小子真有问题 不管他有没有问题 杨大理被关了七天 友荣的问题就解决了对吧 是解决了 七天后友荣都回中海了 这不就对了 反正别问我 问就是不知道 我才是大大的良民 这不是杨大理的话吗 好一个宋先生啊 半了是不离开还看热闹 真是自愧不如啊 友荣啊 你有这样的老公值得了 文斌到了省城就不用回来了 算是我聘请你作为苏友荣的临时保镖 工资差旅我都会给你算的 从昨天起你已经为我工作了 不管你是否会从电器厂离职 工资一直存在 当然这也算是给你创造一个接近他的机会吧 拜托就这样 哪有老公叫别人接近自己老婆的 宋先生你现在是一个好男人 请珍惜你的爱人 周文斌只会努力做好你交代的事情 其他的事情可能我已经不用去想了 宋三喜回到家 杜海平的电话打了进来 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三小我的好兄弟 我后悔死了 为什么就不听你的话 为什么胆子这么小啊 没事的大姐夫 苍蝇再小他也是肉啊 三喜下一期又买哪个对你分析没有 下一期我还没研究 回头再说吧 你不是劝我不要玩这个的吗 话是那么说 可现在我觉得你很聪明 别捧我了 聪明人都是见好就收 就这样睡觉 你跟海平在说什么玩啊买的 到底是什么 大姐 他就是买个足球彩票 果然这样送三喜 你在干什么啊 叫宋海平在变坏吗 这个家才好了几天 你们又开始了 大姐别多想啊 真没什么 我现在给他打电话 你俩说的要是对不上这孩子 我也不生了 老实说 你听宋三喜的话去买足球了是吗 我本来想明天给你讲的 不打扰你这会儿 还后悔住买的太少了 不许再买这些不靠谱的东西 别生气了老婆 以后都不会这样了 宋三喜 希望这是最后一次 否则我就给杜海平讲 这孩子是谁的 大姐认真的 别把某人暴露了 三喜啊 今天迎春被高尔夫国际邀请赛开赛 要不早点在南山俱乐部见个面 咱谈谈开 开什么局 你们还嫌把宋三喜害得不够惨吗 原来是弟妹啊 我三喜兄弟 再收拾卫生 你们要下什么 看来我三喜兄弟最近炒股赚了大钱 心情大好啊 这都开始转型了呢 他的钱真的都是炒股赚来的 那可不 我这三喜兄弟炒股可神了 赚了几千万呢 他没给你讲吗 他没说 对我事情都保密着呢 这么大的喜事还不跟弟妹你分享 他是在我公司融资炒股赚的 你家不是添四台豪车了吗 这都是炒股赚了买回去 你说高尔夫开赛又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看他炒股赚钱了 又想拉他下水 没呢没呢 我们早都不在一起打牌了 只是迎春杯高尔夫赛 我和他都报名了 谁的排名高谁就赢了对方 玩几千万把的 又不伤身也不伤心 给三喜兄弟说一声 下午不见不散 迎春杯你和钱永红又要玩什么 大姐你听我说 你不知道以前他们害的你多惨 把友荣害的多惨吗 怎么还要和这种人搅和在一起啊 你要是敢玩孩子我就不要了 我听你的 中午去吃牛排吧 送三喜也是无可奈何 带着苏友情去了欧罗巴西餐厅 和这里的老板也是渊源不强 咋又来这里吃啊 免费的 我去做不吃嘛 三喜来了 来来来 我正给这些家伙说着呢 你给讲两句 崔总 我哪有什么讲的 做牛排也靠无信 有心 什么事啊 姐夫你快过来一趟吧 受什么委屈了 给姐夫说 是杨雪他们 我在去医院的路上 宿管孟阿姨背着我 三喜 有心妹妹上高中还是大学 要不要我帮忙 崔总不劳费心 这点事情我还有办法 让大姐在包间等我 三喜兄弟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 怎么能袖手旁观 宋三喜你来了呀 有心还在里面做检查呢 孟阿姨辛苦你了 具体怎么回事 我也不太清楚啊 只是有心在宿舍里叫人 有同学给我讲了 我进去一看 哎 孟阿姨 拜托你告诉有心 我来过这里 我先去一趟学校 很快就回来 如果需要手术 马上给我电话 有心这孩子摊上了个好姐夫 以前吧 现在吧 宋三喜是变好了呀 这下子过瘾了 姐这些天真是当努力当够了 这气出的舒服啊 学姐 我们这样会不会被她那个姐夫找来啊 我堂哥阳君回中海了 现在在我爸场里当保安队长 他可是散打冠军 十个宋三喜也不是他的对手 你们就这么不听教 一个阳君就能在我面前翻天 你算什么东西也配教我们 你敢报复 我们就等着被我堂哥打残吧 行 有脾气 一阵惊响声过后 两人眼泪滚滚 来到宿舍楼下看到一个中年男子大喊 你敢思闯学校这样对待我们学校的学生 马上把阳学他们放出来 否则我报警呢 真不知道你这个训导主任怎么当的 校风不正 真是可悲 今天你完了 我是韩平 你是哪位 我是中海市教育司副司度明轩 你是三中韩平韩主任吧 杜菊啊 你好你好 请问你有什么事吗 从现在请你被开除公职了 马上滚蛋 杜菊 我韩平在学校也是 校长 这是怎么回事啊 平白无故就被开除了 我和你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 崔少已经办好了 只是在下实在不解 这种校园内部事件和老崔少关心啊 杜老师 我三喜兄弟的小姨子苏有心 一个老实的姑娘家 在三中被同学欺负了 回头欺凌苏有心的女生全部开除 该送少管所的送 明白吗 明白 明白 看看你们都干的些什么事啊 年纪轻轻 一个个姑娘家的不学好 老贱人 你发什么疯 不就是个宿管吗 哄什么哄 信不信我叫你丢饭碗 闭嘴 都给我坐下 坐在这手术室门外 杨雪说吧 你堂哥杨军的电话 我是宋三喜 苏有心的二姐夫 你在哪里 我今天非得给我妹 狠出一口气不可 杨家人什么时候在中海 让人欺负了 中海第三人民医院 骨科手术室外 你十分钟之内 赶不到你是孙子 孟阿姨这里没什么事了 都交给我 您回去吧 辛苦了 我有什么辛苦的呀 三喜还是不要跟人打架了 冤冤相报何时了 没事我会好好解决的 您回去吧 孟阿姨 宋三喜 你给老子 因为你嚣张撑腰 有心断了两根肋 所以我也打断你两根肋 坐着等有心出来 我都这样了 应该接受治疗 你还让我坐下 你还是不是人 你怂恿杨雪 虐打我们家有心就是人吗 没多久有心也从手术室出来了 没想到姐夫这么狠 心里也舒服了 医生不用说了 江湖问院江湖了 医院一会准备 医治杨军的肋骨 赚钱做生意就行 我妹妹要最好的病房 要24小时有人陪护 可以吗 好的先生 有心这事情不要告诉大姐 你要保密 我去给你找药 知道了姐夫 三喜怎么下午不来参加比赛 看来我们的约定要泡汤了 害怕了吗 怕什么 你说想赌什么吧 我们三个家一起赌你家里的四台车 四台车两千多万 你名下的别墅 加王辉的别墅够了 你们要是输了 你们近身出户 黄长永别你俩补个差价 行 就这么定了 约定做好 到欧罗巴咖啡厅 找老板崔永年帮我代签 他也可以做证人 你怎么会认识的 这会有点不简单了 开始讲究场面和圈子 很快宋三喜就找到了药材 因为怕大姐知道 就带着药材去了林洛娇家 宋先生 你这药熬给谁啊 老婆的妹妹 对了 你最近可能要忙一点 绿意地产集团中海分公司 必须被打垮 绿意集团 我以前就在那里 做中海执行总裁啊 被靠着国内的大财团 实力很强的 恐怕一时不容易啊 你这是怎么突然 和他们有矛盾了 宋三喜讲了 天赐酒店发生的事情 真没想到 我被开了之后 居然是徐正荣 这个垃圾上位了 只要我们用点信 还真能把绿意 中海公司打垮 落娇 选你做荣喜地产的总裁 我是压队宝啊 我走了 我看你家里 还留着丈夫的衣物 有些人 有些事注定要成为过客 人生活在当下 着眼未来 锦衣此话与君共勉 宋先生谢谢你 感觉没有人比你更懂我 都是过来人 自会理解这些 留得住的衣物 留不住的人 或许某一天 你会重新觅得你的幸福 我将农情祝福 谢谢先生 开车小心些 护士小妹帮的忙 我这里有药 外副内用可阵痛 可消炎蓄骨 你这样的药物 不符合规矩啊 万一有副作用 我们可担不起责任 看着友心那么痛苦 你忍心吗 我的药一定会有效果 咱试一试 没有效果 我把洗手间坑里的水喝了 一阵操作 一旁的护士傻了眼 苏友心脸上的痛苦之色 也消失了 姐夫 你脸上怎么回事啊 我是去青龙岭采了些中药 这些小伤没事 你姐夫真好啊 青龙岭那是原始森林 可危险了 这么好的药 肯定生长在更危险的地方 因为那样的地方才没人去 药物才能自然生 三喜 事情我都处理好了 为三喜兄弟做点小事情 希望能买 杨雪等人也来到了学校 我还真就不信送三喜说 我们在三中上不了学 你们七龄同学 造成严重后果已被开除 并且移交给警察同志处理 苏友心的姐夫 还打我们呢 还把我堂哥的肋骨 有什么话回去再说 在这里叫什么叫 听到这话 杨雪拿起电话又给杨大理打过去 爸 你快来学校啊 我们要被带走了 你爸现在正在行政拘留 现在不能出去做任何事情 为什么 我爸为什么会被拘留 非法携带为规品 无法说明来源 杨雪几乎崩溃 随后又给母亲打了电话 靠杨母的关系 一点用处都没有 最后还是被带走了 因为都还不够年纪 杨雪收容教育半年 跟班四个月 杨军 你看你办的好事 杨雪的一生就这样被你害了 这件事 我里外不是人 这肠子非得找出来不可 另一边宋三喜也赶回了家 卫生间传来一阵呕吐的声音 你还回来干什么 让我吐好了 的确事情有些紧急 一周后我给你解释好不好 为什么不是现在 不需要解释了 你脸上的伤怎么回事 又跟人打架了 早点休息吧 大姐 回头有时间了 我再给你解释 不说就算了 宋三喜现在脾气这么好 这个男人身上到底发生什么 第二天宋三喜带着苏友情 去了南山俱乐部 但是没有告诉他赌注的事情 昨天下午你都没参加比赛 现在丧失资格了吧 关系还是有些的 组委会同意我今天加赶补动 能追上他们前边的赛程 反正明天上午才结束比赛 很快宋三喜就来到了赛场 依旧是一根杆子 就这样一动一动的追 很快宋三喜就到了排名第四 而钱永宏还在第十名 恐怕我要赢两座别墅 交房要是准备好了吗 钱永宏气得不行 宋三喜这边最后一栋 一杆完成 整个比赛比标准杆低二十杆 而钱永宏高于标准杆五杆 广播员也是一阵激动 从来没有一位选手 一上午完成十九动 只有一根中短杆就完成了比赛 简直就是高尔夫天才 你笑什么 有什么好笑的 老钱退赛吧 别说的太难看了 其实我可以现在就问你们要钥匙 三喜兄弟 打得漂亮啊 两座别墅你赢定了 赶紧过来我这边 给你准备丰盛的午餐 我亲自下厨 三位 我先走一步 有人请吃大餐 钱永宏三人别提心有多痛 老钱我看下午的和明天上午的就不用比了吧 省点力气吧 我原本以为他就现场无敌了 没想到宋三喜逼他还勇猛 找谁说理去 走了 我下午和明天就不来了 旁边站着的是去年的亚军 也是垂头丧气的 老钱我也撤了 不想来看比赛了 回头合计一下 我该补你俩多少 我再认这最后一次 就这么一直输给宋三喜吗 我不服 另一边宋三喜带着苏友情刚准备上车 两个花枝招展的女人过来 宋先生 我是中海最大的银河PTV市场经理 能请您为我们代言吗 宋先生 我是绿意地产中海分公司的营销总裁 经营高端楼盘 品质生活 能请您代言我们的新楼盘吗 绿意地产中海分公司吗 是啊是啊 宋太太好漂亮啊 我们就是国内高端地产品牌绿意地产 对不起 我是宋太太的大姐 但是我可以说你们的代言免了吧 女士 我们是真诚的向宋先生下代言邀请 而且我们公司的实力非常雄厚 两位女士 代言的事就不要谈了 至于绿意地产更不用说了 宋先生 我们可以给很高的代言价钱 你看我像是缺钱的人吗 因为你们是绿意地产 所以更不用说 我一声拒绝 宋三喜上车走了 这个女人一脸黑 马上给执行老总徐正龙打了电话 此时徐正龙正带着高晓林去欧罗巴西餐厅吃大餐 找宋三喜代言 你是脑子有泡吗 她是我仇人 你不知道 徐总 我哪知道您和她的关系啊 她现在很火啊 高尔夫又是富人运动 所以 闭嘴 影响我的情绪 很快两人就到了欧罗巴西餐厅 刚出电梯 对面的专用车库电梯门槛 真是什么地方都能遇到啊 不想和你们计较 影响心情 我们走 几位是到这里用餐的 不来用餐难道来洗盘子吗 你想洗我倒是可以成全你 宋三喜你别欺人太甚 徐总你看这人 他不知道你在这里是六轴贵宾吗 没眼力见的人 我懒得理他了 这就叫人把他们仨轰出去 你才是没眼力见的东西 也不想一想宋三喜 大姐不跟这种人计较 我们走吧 你去把你们总经理秦雪兰叫来 我今天中午要轰个人出去 秦经理您来了 秦美女 说曹操曹操就到啊 你来得正好 我给你讲件事情 徐总今天是不是在这里 遇到了一个叫宋三喜的仇家了 你怎么知道 宋三喜是不是拒绝了 代言利益地产分公司 你又知道了 我还知道你准备叫我过来 让我喊保安 把宋三喜他们三个轰走对吧 没错啊 作为这里的六折客户 充值卡里余额过百万 我很不开心 难道不可以提这种要求吗 你还不快去帮我们徐哥搞定这事吗 说这么多有什么用啊 徐先生这不是带了保镖吗 叫他们去轰也是一样的吧 徐正龙和高晓琳这脸打得疼 一点头抬不起来 保镖要是能轰 我还用得着叫这里的保安 我在这里消费 当然你们要维护我的尊严 为什么要用我的手下 因为你手下不是宋先生的对手 宋先生是这里的免费客户 无论消费什么都不用给钱 而你六折身份根本不算什么 现在秦已非六折身份了 永远不许来此消费 赶紧走吧 否则我轰忍了 另外 这个女人高晓琳吧 对宋先生也是毫不客气 请到后厨洗盘子一小时 这都怎么回事啊 被取消了白金BIP不准去消费 还挨了一顿羞辱 欧罗巴西餐厅被取消了六折权限 又不准来消费 宋三喜 我还治不了你了 明理呀不过 按理还不行 给我等着 徐哥我不去洗盘子 我凭什么要去洗盘子 你凭什么不去洗 宋三喜说你要洗它可以成全你 现在真成全了 你叫我有什么用 管不好你的嘴 就是这下场 干什么呀 为什么 因为你不是一个好女人 你得罪了宋先生就这么简单 你不洗也可以 但欧罗巴西餐厅的崔总 作为宋先生好友 可以让你以及这位徐总 在中海无路可挑 好好好请经理 不说了 我们走 我们走 你的充值卡 我们会远路退还金额 一分不少 高晓琳彻底绝望了 原以为这个徐正龙就是大靠山 结果在宋三喜的势力面前他屁都不是 高晓琳洗完盘子回家收拾一通行李去了机场 准备离开这个城市 中海 宋三喜 我一定会回来的 一定会让你们好看 三喜啊 天天在星光幼稚园勉强还可以 要不明年换所更好的吧 比如国际海岚幼稚园就可以 公立中最豪华的学校 小学初中高中一条龙 到时候免试上最好的高中海岚中学 到时候我安排一下就行 按公立收费也不贵 那真是太感谢你了 崔总 我说三喜啊 这个姓崔的真厉害啊 听说不按公价收费入园就得四十万 每学期也得二十多万 这倒好直接没有入园费 每学期四五万 你们什么时候关系这么好的 我俩也是最近才认识的 毕竟都喜欢做饭 西餐上能交流很多 我们去一趟三中吧 去看看有心 一直上课观想他的 你和崔总这么熟 明年开春也把有心送到海岚中学吧 咱们家有心也聪明 学习好着呢 宋三喜一听心也慌了 有心还在医院躺着呢 大姐你要吃药的 也够累的 有心期末也没考好 心里压力大 他本身就内向 咱去看他说不定压力更大了 算了 不去看他了 反正他也快放假回家了 到时候再给他个惊喜吧 不过你一定要请崔永年下学期 弄他去海岚中学 没问题啊 依我和崔哥的关系 纷纷 这下子书定了 谁知道宋三喜这个败家子 居然还会打高尔夫啊 就这货打高尔夫的水平 一年四季到处参加比赛 不得年入几千万 他咋就不打牌呢 看样子两套别墅是没有了 不给的话 崔永年那混账做的中间 证人说不过去的 宋三喜高尔夫赛肯定冠军了 我们这下熟得有点惨 他不完排了跟我们赌别的 简直太坑了 你们心里怎么想的 他运气现在太好了 赢得多也不吐出来 要不咱做了他吧 行 找人做 做三还是做干净 你来也太狠了吧 这可是要被关死的 挺麻烦 况且李正刚跟他关系 现在看起来也挺 要是查起来不好看 那怎么搞 这些年在这货身上 赢得我们都吐出去了 还倒贴着呢 这口气能忍 的确忍不了 但怎么办 勇哥你道上的关系多 要不另想个办法吧 啥办法 老钱还是你阴险 这办法行 你还说我和勇哥狠呢 结果你更狠 成成成就这么办 这货就是再多的钱 到时候也一样败光 您也没了 他家的寡妇回头谁接管 老钱这办法 用在他莲金身上也可以 苏友情虽然怀了孕 但总不能怀一辈子吧 咱得善良着呢 您要给他个归宿啊 有道理啊 这苏家姐妹 长得可真好看 还有他们三妹苏友心 也是个小美人 三个阴森的家伙 独迹提上日程 红扬这天夜里 徐正龙找不到的高晓琳 还秘密见了一男印 我们做事从不失手 只要价钱出得起 这边的事 做完了我们人间消失 打断手脚 终身离不开拐杖和轮椅就行了 但是我要看到视频 我出五百万 没问题 我们先研究一下这个人 一周后就能完成 你先付一半订钱 过去了 给你们提个戏 这个家伙挺能打的 我的几个保镖都不是他的对手 宋三喜 有这个能打吗 他女儿要在我们手上 他又能打吗 双重阴谋拉开 宋三喜全然不知 第二天上午打完比赛领了奖 回到车里电话 直接打给了钱永红 钱永红心头堵得荒野无可奈何 中海是个愿赌服输的敌 特别是崔家公子当了中间人 拖起来耍赖都没有什么好 东西准备好了没有 当心 我这点路子都没有也就白混了 那就好 下午 把东西给他 愿这小子万劫不复 赢我们没什么好下场 下午中海市住房局 只有钱永红一个人到 黄长永和回哨怎么没来呢 永哥补了差价自然不会过来 回哨没脸来 叫了私人律师 一个小时后 两间别墅都成了送三喜名下的产 三喜兄弟等一下 有件小事情商量一下 什么事 三喜兄弟 这可是特质的中华一般人抽不着 王辉他爸去中州开会 顺便拜访了一个老人家 老人家临走是给他的 你拿去吧 这么好的烟 你按了什么心 哪里哪里 回哨和我别墅里 还有些红木家具想搬些出来 所以拿烟讨个人抢三喜兄弟 行 一人拿把钥匙去吧 想搬就搬吧 谢谢三喜兄弟啊 我们下午就去搬 完事要是放门了 这烟可好抽了 老代见了 你抽着 回头回哨那边有了给你再弄两条 谢了 小子 你要敢抽这烟 就真的完蛋了 这烟的确有问题 王辉提供的 来源是正的 但黄长永找人加工了一下 只要宋三喜成了影君子 那就躺了 宋三喜你走运了 现在我把一切都给赢回来了 价值远超从前 前世的未婚妻应该在中海 还在上高中 这边的家刚刚和睦有点起色 万一暴露了如何解释 还是派个靠谱的人秘密去办吧 文斌 这几天辛苦你了 宋先生不用客气 有些事得跟你说一下 你说我听 这些天都有些个小导演来缠过苏友荣 想签约他包装他 唱歌拍电影 拍电视剧 让他走明星路 说他一定会大红大紫 友荣天字国色 人见人惊艳 有小导演看上也不为怪 这些人没有什么出格的举动吧 可别人的确思想动机不纯 不过我暗地里危险了一番 也就知难而退了 不识好歹的我可就不会客气 文斌忠勇 谢谢了 娱乐圈的确不怎么样 不过省城地盘大 鱼龙混杂 万事不要轻易动手为好 我知道 一直在暗中呢 素友荣也不知道我的存在 谢谢 还有情况吗 今天来了一个很不俗的男子 这个人特别白 比女人还白 挺英俊的 穿着打扮都很有品位 友荣跟他好像认识 叫他顾东 当时 宋三喜心底一震 因为前主人的记忆 他知道这个顾东 当时什么情况 直说无妨 我看友荣都快哭了 但眼泪没掉下来 他差点扑了过去 那个顾东似乎也有点激动 不过还是吻了下来 他邀请友荣晚上下班后 共进晚餐 宋先生 我感觉 我懂你的意思 你是觉得友荣和顾东之间 有过感情 而我现在头上开始发怜 他们之间的情绪 显得很不正常 我的确是有点担心 万一 谢谢你告知我这样的情况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了 毕竟你和苏友荣之间 以前的情况很糟糕 可能这个顾东 还是友荣以前的男朋友 所以我还是问问你的意见吧 这样吧文斌 你是特种侦察兵退役 应该知道怎么跟踪之类的 发挥你的长相 我想知道 他们的晚餐是个什么情况 后续又会是 那不是上次骑破铁驢子那个吗 叫什么来着 宋三喜 呀 这鸟枪换炮了 他不是迎春杯高尔夫冠军吗 两百万奖金给老婆妹妹 接上级 得知苏友荣在省城遇到了前男友故东 随即安排周文斌做我的眼线 我也要为自己谋后路 哦 三喜有了钱啊 换这么好的车了 以前输出去的 现在赢回来了而已 看在同学一场的份上 炒股赚了那么多 高尔夫又赢钱了 以后就别赌了 人生就是一场赌博 你真打算一直跟着钱勇红干 那还能怎么样啊 这工作已经挺好的了 如果你相信我的话可以辞职 我给你推荐个好工作 还是算了吧 你这人还在赌 我还是不要沾了 明天打这个电话 林总会给你安排一份合适的岗位的 容喜地产 没听说过啊 新公司 未来发展很有前景 你是做数据分析的 正好那边有适合你的岗位 试一试吧 我也是看你是个人才 名牌大学毕业 而且当年那么拒绝你 我还是有点愧疚 也就当弥补吧 还好意思说呢 可伤人家的心了 这女人的表情出卖了她的内心 宋三喜一眼看得出 她似乎又在打她的主意 接到孩子之后 宋三喜也来到了地产公司 林总 我和顾云梦是高中同学 她是做数据分析的 能力不错 明天给她安排一下工作岗位 一定照办 但还是要考察一下顾云梦 林总的风格我欣赏 最近三环电器厂的改建 和后面的大片土地购买 有什么问题吗 有的 一联系不上杨大理 她老婆开口就要六千万 二国有土地是一片荒地 但卧在王家人手里 所有人是王辉的姐姐王霞 三绿意 中海公司也看中了那块地皮 正在行动 做好你的预算 以及楼盘的设计图等相关 包括我提出的中海广场项目的设计 海兰国际学校的分校事宜 谈得怎么样啊 的确是有意向合作 但他们要60%的股份 而且要验资 一个分校从幼稚园到高中 他们可以出资三个亿 这方面我们有难度啊 宋先生 看你的本事 谈到五五开的股份 他们三个亿 我们也出三个亿 先生就是先生 你看就是有底气的 一切安排妥当之后 宋三喜刚到家 手机传来了周文斌处理的监控监听文件 曾经的寒门学子成绩优秀 和苏友荣也是相当体配 当年人渣看上了苏友荣 也是拆散了人家 毕竟苏富重病 宋家出了50万 而现在的故东也不再是穷小的 友荣 没想到五年过去了 你还是这么美 一如当年 是啊 五年了 你还好吧 我还好 但我更没想到 你被宋三喜那个人渣百般欺负 我一定会让他付出代价的 别说这些了 都是过去了 并没有过去 我们所受的折磨打击和痛苦 总会有人买单的 宋三喜不买单天理男人 可能你还不太了解现在的宋三喜 一个月前我就有消息渠道完全了解他了 只是没时间 虽然你多受了一个月的委屈 但现在可以让他付出代价 他现在变了个人似的 对我也挺好的 今天赢得两百万奖金也给了我 两百万很多 你的心 你的一生 你的吃肉与磨难就值两百万 我拿两千万给你马上 你是否会跟我走呢 你有这样的底气 我替你高兴 五年了不应该再在我身上浪费时间的 不是浪费 是拯救 但宋三喜真的变了 他就是一个赌徒 恶贵 人渣 不可能改过来的 这就是我去国外公干带回来的 为我们的重逢干杯吧 忘了什么宋三喜 两人的晚餐并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 顾东斯文有理 苏友荣也没有过激的表现 只不过顾东倒是讲出了他现在的身份 我现在是红日集团西南片区总裁 年薪八位数 加上他其他的投资 身家已经过亿 一个人渣能带给你们希望吗 你带着田田离开他跟着我 这里的一切都是你的 五年时间的魔力 我所有的一切都为了你 表情深情真挚 连看视频的宋三喜都差点被感动到了 我的车库里六台车 每台都是两千万以上的限量版 省成一套三百平的别墅 这些他能比吗 顾东一番番打击 宋三喜彰显着自己的成功 苏友荣内心也是些许的不舒服 宋三喜变了 变好了 顾东 你也变了 没有那时候的纯粹了 随后两人来到了苏友荣住的酒店 你就住这地方 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友荣 我爱你是永远的事业 离开他吧 这五年我所有的痛苦 磨难 奋斗 都只为了你的自由和幸福 跟我走吧 苏友荣头也不回的进了酒店 留下顾东一个人愤怂 宋先生 顾东现在很厉害了 我没有跟踪去他的家里 但他最后的表情恐怕对你不利 辛苦了文斌 他试得强大起来的很角色 只有这样的人才配得上 我妻子的前男友这个角色 你一点不及吗 兵来降岗 水来土野 急什么呢 他若是胸襟广阔 文来 则罢 若是武来 那么即算是友荣愿意与他再续前缘 我也不会让他轻易得逞 你对苏友荣还是有感情的吗 这家伙虽然变强了 但胸襟与先生相比差远了 不必拍我马屁 我会飘 早些休息 等你回来 请你好好吃个饭 此时在省城的顾东已经开始吩咐手下了 马上给我彻查出的倾家荡产的宋三席 怎么会有麦巴和宾利 宝马和奔驰各一辆 他相关的生活轨迹 我需要一份完整的汇报图 即日起 红日集团进军中海市 我顾东正是回归中海 宋三席并不知道顾东会有什么计划 他知道顾东肯定要复仇 要夺女人这就够猛 呀 三席兄弟你回来了呀 好几天不见了 在哪发财呀 张姐 有点事上楼说 好嘞三席兄弟 有事您说话就好 张姐 三环电器厂知道吧 知道啊 三环电器的老板娘 内还我初中同学袁金花 一个小三上位 三环电器厂房 还是那时候我们村的集体土地上修的 找我爸给批的 那块土地三环拿到产权了吗 没有啊 产权还是我们村的 只有场地硬化设施 啥的是三环的 你突然问这是啥意思 最近我有个朋友公司 想开发征用那片土地 所以 这好办啊 你找我弟 他管这些审批啥的 征用就是了嘛 三环那边回头喊他们搬了 一些厂房和一座小办公楼 也值不了几个钱 最多赔个几百万了事 可是你那个小三上位的初中同学 要六千万呢 啥啥啥 袁金花那个贱人狮子大开口呢 他怎么不要六个一算了 所以 我这不是来找张姐了吗 毕竟那是我朋友来的 宋三环朋友不多 也想珍惜珍惜 行 姐明天就去给你搞定这事 包在我身上 老娘给开六百万 她都得拆 你信不 那就谢谢张姐了 客气什么呀 三环兄弟 你可是我们老张家的大班人 我爸老念叨你 说好了一定好好请你吃饭 张叔客气了 客气了 随后宋三环开着车离开了家 教父果然有教父的思维 人生奋斗有时候就得利用相关的事 今天去洗容地产面试了 那个林总给的薪水比在金融公司翻倍了 奖金也很高 那就好 好好干 前途会有的 三环 你怎么认识林总的 我们孩子在幼儿园同班 早点休息 为了新工作努力吧 这个时候顾东把人力资源部上报过来的招聘资料 在电脑里打开 需要他签屁一下 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 我抢了别人的老婆 他飞黄腾达后选择报复 我怎么让你轻易得逞 接上级 顾东为了得到苏友荣选择进军中海市 但需要一个了解内地情况的人员 招聘的第一个就是高晓宏 高女士 请于明天上午到胡日集团进行面试中海分公司副总职位 年薪两百万 奖金另算 配住房 配车奔驰 好的好的 我过去面试 送三喜 苏友荣 姐又要回中海了 小玲 多年不见你还好吗 为什么是你啊 我好什么 我被送三喜那人家欺负的时候 你在哪里 小玲 谢谢当年你的恩气 顾东无以为报 所以把你从中海文员提到副总做一些补偿 补偿 当时你家境贫寒 我资助你上高中上大学 一直喜欢你 你却为了苏友荣选择抛弃我 我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你 你混得可真好啊 世事无常 天无绝人之路 回归中海是我的梦想 除了红日中海公司的发展之外 彻底收拾送三喜也是我的目标 我会努力为红日中海工作 也会为你收拾送三喜而奋斗 这个人渣 我恨死他了 是有心机的 但不敢说虐待甜甜被送三喜收死 顾东默默的听着 他知道高晓琳不再是从前那个纯粹的高晓琳了 弥补一下你 顺带的收拾送三喜 你正是我需要的人 回中海就职的时候 一台崭新的奔驰安私又摆送给你 顾东 你结婚了吗 忙于事业还没有 小林我还有其他的人工要见 你先出去到集团酒店住下 明天准备接车 记住 私下场合可以叫我顾东 公开场合 你当然是顾总了 随后顾东动身前往省城服装交易会见苏友荣 友荣走吧 去我咖啡厅吃个晚餐 我知道明天你就要回中海了 不了顾东 我还有东西要收拾 还有同事们等着聚餐 我有很重要的东西给你看 关于你丈夫宋三喜 很严重 苏友荣也是大惊 毕竟宋三喜变化太大 于是顾东的咖啡厅里两个人坐了下来 宋三喜的麦巴赫是他和钱永鸿 黄长云赌 赢回来的 什么 他还在赌 宋三喜的确炒骨赚了 但他和钱永鸿打了赌 钱永鸿又拉上了黄长云 双赌 如果赢了则罢 如果输了你将是钱永鸿和黄长云的人 宋三喜这个人渣 连你都能当成赌注啊 苏友荣脸色苍白完全不知道说什么 早就破碎的心才修复一点点又裂开了 那老婆当赌注的人是什么好人吗 而那三台车依旧是宋三喜和他们赌赢的 天啊 为什么他还这样 对不起友荣 我不应该揭露这些东西来伤你的心 但我不想你继续被一个赌头欺骗 暗中监控的周文斌都有些不忍 他也有些怨恨宋三喜 为什么要拿老婆做赌注 可他赢了 只是性质有些恶意 友荣 高尔夫赛宋三喜又赌了一次赢了两座别墅 我不想听他还有什么了 你不要再说了 别难过了 这个人渣好日子不会长了 我将正式回归中海收拾宋三喜 你跟他离婚还是怎么的 他打你那么多次 要不要我把他废了 或者我把他投进大牢里 一辈子把牢底坐穿 另一边的周文斌听得心里微微有些含义 这个顾东也不是什么好鸟啊 好歹宋先生没犯杀头大错 而且他的确是把一切都赢回来了 对苏家所有人他也是静心的 脾气也出奇的好 你不要说这些了 我想静一静 我需要时间 我听你的 相信时间可以见证一个人的真心 也可以见证一个人的恶行与劣迹 明天随我的专车回中海区吧 算了 影响不好 要是让宋三喜知道了 不知道会闹出什么来 不用怕他 一个人渣有什么好怕 我一根小纸头能让他万劫不复 苏友荣感觉顾东也变了 变得有些可怕 别乱来 我现在脑子够乱的了 能不能让我清明一下 我的家庭才清明了几天啊 人渣把友荣害成这样 你完了 暗中的周文斌也是犹豫了一下 拨通了宋三喜的电话 把整个事情讲了一遍 我知道了 不过你似乎有些不开心 我原以为你成了好丈夫 人中君子 没想到你连老婆都可以拿去做录珠 你当他是物品吗 这样做是不是有些过分 你要在我面前 我真想揍你一顿 文斌 有些事情过程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结果 结果是我全赢了 可你这个兴致说不过去吧 你给了他一丝希望 现在又破灭了 他只想你好好做个人懂 我懂 文斌 可你还在赌 文斌 对于结果未知的博弈叫做赌 对于结果已知的博弈不叫做赌 叫做开挂 玩过游戏吗 开外挂懂 你这就是确定你能赢才赌的 我都说了这不叫赌 叫开挂 也可以说是我作弊了 那几个也不是什么好脑的家伙 对他们作弊 赢回我的东西并没有什么错 好了辛苦你了文斌 明天回来 我好好请你吃个饭 后天你去新公司报到 后天就上班 我的人生已经开挂 同样也可以为你开挂 宋先生 顾东看来是想把你汪死了枕的 你真的不怕吗 作为一个死过一次的人 我何所拒 不怕 随后宋三喜开着车去了省城 到了省城服务区 宋三喜停了下来 拿出钱用红给的中华烟 这小子要孝敬咱 咱也就抽抽提提神 卧槽 这跟打了鸡血似的 钱永红 你这狗贼居然敢这么坑我 中华烟里掺杂药 身为教父级别的存在 没有什么东西是没见过 把烟收了起来继续赶路了 到了苏友荣的酒店 找到房间之后 苏友荣坐在床上流着泪 完全不知道有人自满了 你怎么来了 知道你心情不好 所以连夜从中海过来的 如果不知道为什么 我会怀疑这房间里发生什么 还不是因为你 就是因为你这个混蛋 别难过 不要流泪 你要笑 把我拿去当赌注 买这么多玫瑰花 就能让我开心吗 我什么都知道了 友荣 我今天晚上应该向你坦白 和钱永红他们赌 是因为我有百分百的把握 他们几个害我如此之惨 不付出代价是不行的 谁都别想欺负我的女人和孩子 都别想伤害我的亲人们 你再也不会是我的赌注了 因为我已经有了足够的资本 等我赚够十个亿 你想怎么安排我们的婚姻都可以 我尊重你的决定 周文斌顾东你都可以考虑 毕竟周文斌真情真义 而顾东现在也是功成名就 即将荣归中海 你在说什么 你怎么知道顾东的 事情要从你来省城 这次出差开始说起 因为周文斌听到了杨大理的话 宋三喜一五一时的 把情况都说了出来 他似乎又在重新认识丈夫 顾东那里你没有听完的资料 我想应该是高尔夫赛 我知道我能赢钱永红 所以他们非要跟我赌 两座别墅赌我们家的四台车 而产权证就在这个房间 你去找吧 写着你的名字 苏友荣拿起鲜花鱼痛翻转 两本房产证都只写了他的名字 苏友荣女士 恭喜您是身家要过亿的女人了 什么身家过亿啊 我感觉像做梦 怎么房产证上不落你的名字 我欠你的 产业 房子 车子 都是我欠你的 所以我没资格落名字 你真不像原来的你 我难以相信这一切 好吧 我还是变回原来的我 如了顾东的愿可以吗 别 顾东这一次回来肯定要收拾你 你怎么办 这些你就不要掺和了 我有办法 你该考虑的是你的工作生活 无论你做什么 我都是你的后 您的早餐还会有一个陪餐者 接上集老婆对我的误会 被我解释清楚之后 对我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 这么细心 这样的丈夫为什么不尝试去珍惜 为什么不尝试着培养一下感情呢 苏友荣过来时早餐 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 你在啊 友荣 早啊 文斌 这些天谢谢你啊 没事 宋先生起时 没等话说完 宋三喜端着菜过来 来 友荣文斌先吃着 我还有一个汤 笑容清和有力 教父的举止透着莫名的气质 转身回了厨房 就在宋三喜微汤的时候 顾东进来了 你是谁 为什么在这里和友荣吃早餐 这早餐真不错 我还说请你过去吃呢 看来不便 苏友荣心头有点隔音 前男友的气度风范和丈夫相比真的差了些 我叫周文斌 苏友荣的前同事 与他吃个早餐 然后开车送他回中海 饭后你自己开车回中海吧 友荣我亲自送 他是我顾东的一生所爱 谁也夺不走 顾先生 你话说过了点 苏友荣是有福之父 他的丈夫是我的朋友 我的好兄弟 宋三喜吗 这个人渣赌棍你还要维护的是吗 你错了 从前的三喜哥可能不会珍惜 但现在他才是有容最好的爱人 别吹捧他了 果然你俩是一丘之和 你可知道我顾东回归中海 就是宋三喜灭亡之事 这时候宋三喜端着汤过来 顾东满脸震惊 原来你还在这里 你跟我出去说话 顾东 多年不见 幸会 我什么手 你也配 那算了 有什么话一起坐下来 边吃边讲吧 宋三喜 你要是个男人就出来 我们单独聊聊 我在外面等你 说完一挥衣袖甩手而出 头也不回 你别去啊 他知道那年宋三喜 把顾东打多惨 现在顾东的身份地位 怎么可能放过宋三喜 放心吧 不会有事的 我们还打不起来 三喜哥 要不我陪你去吧 万一顾东不讲理 你留在这保护有容吧 万一顾东真不讲理 把有容悄悄带走了呢 周文斌没再说什么 宋三喜转身跟了出去 宋三喜 五年前你怎么对我的 我现在不想计较了 当年的事非常抱歉 女人总是让男人内心 为之疯狂冲动 难以自控 你现在人模狗样的 说声抱歉也就算了吗 你说吧 你有主张的权利 我尊重 多我所爱之仇 我可一笑敏之 加在我身上的殴档 无论我也可不予以计较 你开上你的破车 一路向西再也不要回来 你的妻女我会照顾好 百般疼爱 千般的好 万般的荣华富贵 说的真是漂亮有底气 但我不答应 将一路向东回归中海 你敬酒不吃吃罚酒 我是的男人 有手有脚 会照顾妻女的不劳费心 我亏欠他们太多了 只想一一弥补 不需要你假惺惺弥补 拿老婆当赌注 你能给他们安全感吗 你说的我都懂 至于未来 苏友荣会和谁在一起 他有选择的权利 我们不必在这里计较 宋三系 你别逼我 没有逼的意思 我们可以公平竞争 给你三年的时间 你要是能重获芳心 我无话可说 亏你想得出来 行 三年 你要是输了永远消失在我们眼前 好 就这么定了 两人两手向我 却不是真心实意 暗中跟过来的周文斌和苏友荣 都看傻了 三年君子制约已成 但这三年里 你要是敢欺负友荣 我对你直接不客气 如果我欺负他 有法律管教我 你代表法律吗 麻烦称呼我妻子时 加上他的姓氏 显得正是有礼节 并不是自作多情的亲密 希望你的竞争实力 跟你的嘴皮子一样利索 饭后两人离开到了停车场 周文斌拒取行李了 你和顾东怎么没冲突 要有冲突你才高兴吗 我不是那个意思 只是觉得你像什么事也没发生 你和周文斌 应该看到我们还握了手对吧 你和顾东之间就这么算了吗 我不信 我给了他三年的君子制约 公平竞争 三年后决定全在你的手中 其实他想说的是 这回要是真心爱你 表现能让老子满意 我又能找到小女儿 你俩爱谁谁谁 你们有病吧你们 此时突然过来一个人 走到他们面前 苏美女留步啊 我拉到大投资了 您可一定来参研我的芯片啊 保证能火啊 两人都知道他正是被顾东手下扔垃圾桶里的导演 你又不怎么出名 能拉到什么大投资 我现在是华语国际传媒有限公司的导演了 手里的剧本让子弹飞起来已经被点中了 投资五千万了 与您配戏的都将是大万 您会火的 对不起 一听这电影名字就太随意了 不是什么好电影我不去 郑文刚导演 借一步说话 宋三喜 你干什么 让子弹飞起来 这电影名字不错 说说你的构想和大概剧本思路 郑文刚一五一时 把电影剧本的构想说了一下 你现在还不是华语国际的人吗 你的剧本不错 但你只想先把我老婆哄到手 再用他去拉投资 拉个老爷 拉讲小文 周瑞法之类的大角 然后开拍 最后看能不能播出位 贺岁党拿个好成绩 然后你就火了 对吧 郑文刚万万没想到宋三喜是怎么知道的 张大嘴巴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我的老婆可以在新路上发展 展现一下她的社会价值 我是很支持的 你也会很出名 但我们之间接下来的事情 你务必保密 先生您说 第一这片子我投了 独自 第二选决我要再看看剧本 第三你也别去投什么传媒公司了 会有影业公司的美女总裁来找你 你好好打磨剧本 一个月后开机 投资五千万对吧 是是是先生 说完宋三喜丢了一张名片 给他转身就走 自由职业者宋三喜 这是自由投资者吧 此时周文斌也在车旁等候多时了 三人上了车准备出发回中海 宋三喜短信联系了林洛娇 林总 楼盘争地情况怎么样 宋先生 你也太神奇了 三环电器厂老板娘原金花主动来谈 最终七百万处理完了 三环电器后面的那大片的荒地 在王家人手里 这个很不好谈 王霞开口要赢予五千万 不知道先生有没有高见 虽然比张红梅说的多了一百万 但是比之前的六千万少太多了 王霞那边我再运作一下 接下来几天时间内你又要忙一些了 成立荣喜娱乐传媒集团 夏霞两家影业公司 一家叫阿里 一家叫开心麻花 名字有点随意 但我们能大赚 知道对标红日娱乐 华语国际等大型的娱乐传媒集团 对了 你有没有觉得短信邮件联系起来并不辩解 的确是有些不太辩解 但也还好吧 宋公司开发一款 更辩解强大的通讯服务应用程序 名字我想好了 就叫喜信 具体内容设计我会详细给你 想想要2011年1月份 腾某讯才会推出一款同样的通讯程序 现在2010年 不好意思 在下重生抢个先 林洛娇没有意见 相信宋先生的规划和眼光 先生的格局与气魄 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下午4点3人也会到了中海 宋三喜把周文斌送到了 荣喜地产办公楼下 周文斌客套了一下上了楼 苏老板 你的产业不想上去看看 行了 你别臭美了 不是说要保密的吗 我能上去 我老婆还是很有底线的吗 希望以后在顾东面前 也别提荣喜地产的事 要不然我还会有点压力 你别提顾东好不好 你不格应勿我还骚得慌呢 你当我傻会告诉他 人家一只手能捏死你的 不提了 接咱宝贝女儿去 宋三喜开着车 直接去了星光幼稚园 保安也是吓了一跳 你们两口子怎么来了 不是有人说宋先生出车祸了吗 在医院想见 田田最好一面把他接走了 我老公不是好好的吗 怎么 利用重生的机会 五千万低价买了价值 以一五千万的地 并开始大力创建喜新 进军互联网时代 但我的女儿此时 正在别人手上生死难料 你说会不会是钱永红他们 因为你赢了他们的钱 房子和车子 他们不服气啊 不要乱想 按理来说 他们三个还做不出来这种事情 宋三喜知道另有他人 钱永红都送毒烟啊 还没看到效果 他们当然不至于又来这一出 对了 那高晓菱和徐正龙他们呢 你不是收拾过他们吗 别分析了 是谁干的事都会水落石出的 交给我吧 我一定会带着完好无损的田田 回来见你 看着宋三喜那坚定的目光 苏友荣的心似乎找到了依靠 随后两人回了家 此时独自在客厅的 喜教父手机收到一条短信 你的女儿在我们手上 后天凌晨1个人 草动就死票 不用一天时间 就明天凌晨1点 我马上可以弄到现金500万 然而对方没有回应 打电话也无法接通 看来是老绑匪了 真是畜生 虽然知道是徐正龙这家伙干的 但是为了女儿的安危 并没有打草惊蛇 转身电话打给了李正刚 喜思啊 这时候打电话什么事 李叔 深夜打扰实在是有钥匙求见 到您办公室说吧 喜思 你有时找到李叔这 李叔就赶保你没事 说吧 能帮上忙的肯定一不容辞 宋三喜很平静地道出了事情的原委 这谁不长眼的 老子的地盘上无法无天了 喜思不慌 书给你做主 李叔 您看我像是慌了吗 你小子肯定是有主意了吧 我想弄两把枪 一把手枪 一把狙击枪 弹头要像胶的 还要一副威对角 没有问题 我马上叫人从那边库里挑两只过来给你 子弹多倍些 要不我让蕊扬陪你一块去吧 枪给我就行了 绑匪要的是赎金 而且只能我一个人 那行就这样 注意安全 一会儿你再拿一个定位跟踪器在身上以防万一 经过这事教父也警觉了起来 生怕有人跟踪 离开的警局 宋三喜把周文斌叫到了宁海湖公园不远处的地下车 文斌 田田被绑架了 手枪我拿着 狙击枪你拿着 这是你的强项 我们之间为对角联系 你听我指挥 三喜哥放心 你怎么安排我怎么来 保证逮着那些王八蛋王死的弄 因为绑匪选的后天凌晨 宋三喜提前安排好事情之后 第二天直接去了朝霞投资有限公司 小姐别啊 一亿五太多了点啊 您是中海商会副会长 接下来2010年上半年 商会的会务开销什么的 我们绿中海都可以包 您再少点 一个亿可行吗 就你这条件能让姐动心吗 一亿五 少一个子都不行 你不要有人要 这价钱谁要啊 荣喜的产前两天才和姐洽谈过 那不是我们绿意开除的罪犯人 当总裁的新公司吗 姐可不管他是不是罪犯 只要价钱出得起 一样可以给绿营 小姐 也为了钱 辱莫了您的明洁和清白了 这年头说三道四的人可多 钱不会说三道四就行了 一亿五在你面前 你要明洁和清白吗 很快徐正龙垂头丧气的出来了 宋三喜 你来这里干什么 你管我干什么 行 你就嚣张吧 总有你哭的时候 垃圾 未来绿意中海 想在中海拿的都没有可能 你们想拿的荣喜都会吃进去 替个罪犯女人拿地 你还看上明洛娇 要不我去你媳妇那里报个料 收回你那肮脏的心理 你拿不到的地恐怕我能拿 那片地最多五千万幸吗 我信你个锤子 比侠姐少了一个亿 她不得扒了你的皮 我懒得跟你废话 狗贼 你很快就完蛋 老子会同不看到你被人打残 说完徐正龙扶袖而去 进来 我说谁呢 败家娃义儿啊 你这收拾的人模狗样的 跑我这里来干什么 王霞是宋三喜高中的音乐老师 宋三喜当时也是给他留了一段黑历史 王老师 有几年不见了吧 您还是这么年轻漂亮 你脑子有病吧 还会说年字 有事说事 没事滚蛋 别这么生冷嘛 我来是跟你谈生意的 你现在穷到家了 也配跟我谈生意 赶紧走 要不我叫保安了 王老师 那年你上音乐课不知什么原因 你居然没穿 你闭嘴 你叫保安吧 我会一五一十都说出来 什么同学群啊 贴吧 反正在你眼里我啥也不是 死猪不怕开水烫好了 王霞气得脸都红了 就这么被宋三喜无耻的拿捏的死死 别生气了 大家心平气和的谈一谈嘛 那年情信我只记在脑子里 保证不说出去 你想谈什么 荣喜地产林洛娇林总是我的朋友 他想拿你手上那块荒地 但你的价格太高了 你想怎么样 绿意中海被你拒绝了 荣喜是新公司也需要支持 去年你投资项目上头补贴两个亿 你赚了一九 这可不少了 一口价五千万 五千万也是钱嘛 对不对 你要点脸行不 没见过你这么 王老师别激动嘛 当年的事 清白明节还是很重要的对不对 你刚才说的话算话 保证不说出去 男儿丈夫顶天立地 言出必行 姐就信你这一次 赶紧滚蛋 叫林洛娇 随时来找我签合同 好好好 王老师息怒 气大伤身 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小子 没拿到地板 我可听见了 小姐叫你滚 你还听见什么了 没听见什么 只要听到叫你滚就够了 你又来干什么 你管得着吗 我爸说了 一亿四千五百万 这地我们拿定 小徐啊 财大气粗真好 那是当然 有钱什么事办不成 输给你 怎么可能 进来 小姐 我爸同意了 一亿四千五百万 得给我们吧 今天下午可以签合同付款吗 王霞愣着 诺明的心痛 就这么前脚后脚少赚将近一个亿 一亿四千五百万个头 给姐滚远一点 小姐 我们可是真心的 您说多少就多少 弟已经给荣喜了 五千万 你赶紧给我消失 这叫什么事啊 一亿四千五百万不卖 五千万卖的宋三喜 老子与你不共逮天 你这五千万拿到那块地了 是啊 毕竟王霞曾经是我老师嘛 师生情一直一个亿 律义最好退出中海市场 否则无楼盘可开发 你 太嚣张了 欺负我的家人 这就是下场 宋三喜先下了楼 徐正龙已经气疯了 直接打电话出去 原来的条件之下 我要他宋三喜的狗命 乱枪打成筛子 价钱翻本 行 中午把钱补足五百万 依旧现金 记得销卡 另一边宋三喜和林洛娇 在包厢谈着公司的发展计划 随便抽个时间 去王霞那里把交易办了 五千万就可以了 真的吗 少了整整一个亿 不过手头还差了一千万 放心 饭后到位 对了宋先生 喜新这样的通讯用程序 超前的设计简直太棒了 喜新将改变国民的信息通讯 社交 支付 商业模式 开启电子通讯星纪元 咱那喜新将比腾谋讯的那个 为什么性功能更强大 未来的什么宝的爸爸的 我宋三喜就得是永恒的教育 幽化后的功能 保证手机不会出现这种 喜新现金已入账 再邀请一位用户 喜新现金提现成功 预计十年后 喜新会膨胀到一个可怕的价值 预计在五千亿美元上下吧 五千亿美元 林洛娇一脸震惊 无法想象这种价值 五千亿美元的价值并不多 我的目标是万亿美元 并且庞大的构想对着林洛娇一顿输出 让他对于宋三喜的敬佩无限叠加 宋先生真是天赐给我联络交的男人啊 跟着他前途能先 在金钱财富地位的面前人心难测 亲儿子都能把老子给坑死 因为荒帝的竞争失败 律义金兰最大股权拥有者 突发泥血不治身亡 此时的徐正龙一阵大哭 暗自却在笑 律义中海 从此是我 徐正龙的财产了 除去集团的20%股份 还价值至少10个亿 宋三喜 你给我等着 宋先生 律义中海最大股权控制人徐家富 中午突发脑溢血 抢救不及时已经生骨 咱们荣喜要不要前往吊艳 虽然老徐开除了你 但毕竟曾经也是给了你一碗饭吃 去一趟吧 老徐住在什么地方 律义中海开的一个老盘 碧桂园义骑士中心地带 宋三喜这么问自然有他的意义 这家伙最多20分钟就能把老头子送到医院 他却耽搁了一个小时 心狠手辣 看来这家伙是有备而来 宋三喜 12点之前到南城区的垃圾站 钱箱子放中间的垃圾桶里 人质地点 城北远郊废弃的工业园 文斌准备行动 城北远郊废弃的工业园 随后兵分两路一个小时后 两人到了工业园 周文斌暗中潜伏着 三喜哥我已经到位 没有暗中潜伏的绑匪都在仓库里面 但情况有点不乐观 一切听我指令行动 拿了钱不走 看来是冲着我送三喜来的 受人之托不得不办 乖乖听话 让我打断你的胳膊腿 就可以了 又要我的钱 还要断我的手脚 方便透露下是谁吗 无可奉告 过了今天晚上 你永远不会知道了 赶紧过来受虐 我受虐 你们今天谁都跑不了 你将第一个倒下 放狗屁 伸个手比比画画 跟我再者使法呢 让子弹飞一虎 此时周文斌疯狂的报 两个绑匪来不及反应 便被如雨的子弹打得气弱油丝 三喜哥你没事吧 小问题 你先带田田回家 我还有钥匙要做 你还要做什么 我的五百万 那不是钱吗 钱箱子里有定位追踪器 牛批 另一边徐正龙打开电脑 准备享受一下 对宋三喜的苦仇 打开之后徐正龙惊呆了 卧槽 一千万就这样没了 人还好好的 宋三喜 这一次你翻盘了 下一次老子跟你没完 这时宋三喜 跟着钱箱子里的追踪器 到了机场酒店 果然是一帮境外老手 居然识破了带钱跑了 心头凉了半截 没办法只能去市局把枪先还 此时周文斌也到了 三喜哥 钱找回来了吗 没有 他们安排了两拨人 已经拿钱跑路了 那可是五百万啊 说没就没了 再也找不回来了 没事 暂时就这样吧 文斌好好干 等哪一天咱做大了 说不定还真能找回来 这次行动给你二十万 我现在身上只有一万 过几天给你 三喜哥 跟着你干痛快 不用给钱 有劳动就有报酬 送三喜的规矩不能破 回去休息吧 我去还枪 此时告一段落 第二天身上仅有的一万 兑换了一千五百刀勒 全部充值到赛马会去 转手赚了二百万刀勒 先给周文斌 转去了二十万 钱这东西 对于喜教父来说 真是太好断 我的三喜哥啊 你这是搞啥呢 非要用钱来砸我吗 我的规矩就是规矩 那我收着了 对了 上午给你打电话接不通 有件小事不知当不当讲 你也是一个注意细节的人 小事不小 讲 上午林总从外边回来 好像是参加了一个 什么追悼会 眼睛衣服都是湿的 她是个不错的女人 你关心一下吧 毕竟你们是朋友 行 能让她落泪的事不多 我马上问问 林总 上午追悼会发生了什么事 告诉我 总先生 过都过去的事了 不用再计较了吧 你要是不说 今晚自然会水落石出 林洛娇只好把经过讲一下 贱人 都是因为你给别家打工 拿到了我们徐家想拿的地 把我爸活活气出脑衣血了 你现在来奔丧 猫哭耗子假色杯吧 一个叛国型的狐狸精 这里不欢迎你 老徐居然因为这个病发的 走得可鸳雅 这女人看那长相 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恐怕是他老板看上他了吧 天生狐狸精 狐狸精你鬼远一点 再不滚解叫人 灭了你俩女儿信不信 宋先生 咱们还在起步阶段 不能跟绿意中海这些 过分较劲的 我宋三喜的人 在中海绝不能吃亏 这件事情上 我眼里若不得沙子 下班跟我一起去一趟 徐氏答谢宴 徐家欠你一个道歉 宋先生 还是不必了吧 不必多言了 我今天晚上就要让他们看看 欺负我宋三喜的伙伴 有那么轻松没有 同时也是给容喜地产 在中海立威 下班之后 宋三喜带着林洛娇进去的时候 徐正龙和徐正雅 在台上端着酒打谢袋 狗贼宋三喜 他怎么来了 难道事情暴露了 林洛娇 你这个害死我爹的捡人 好意思带着个 不知从哪里高来的男人 到这里来蹭饭吗 大庭广众之下 林洛娇视红了眼 宋三喜倒是稳得住 很快来到徐正龙面前 徐总 林总没有想来这里吃饭的意思 他所做的不过是人之常情 看事者为大感过往之恩 却被你们徐家恶言相向百般侮辱 今天我是来替林总讨回公道 徐总借一步说话 徐正龙知道自己雇凶复仇的事没暴露 那腰杆也就硬了 你要借一步说话 说什么不可高人的话吗 有种你就在这里说 这不是我有种没种的问题 而是关于你的脸面的事情 我给你最后的尊严 所以借一步说话 你算什么东西 跟我谈尊严 打老婆打女儿的败家子也配 徐正龙 你这是给你脸你不要了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我今天晚上倒要看看 你能说出个啥 徐正龙因为拿地的事情 可能引发了徐家父的脑溢血 而你为了才是全力眼睁睁看着他发病 不及时送去医院救治 才导致徐总的疑事 害死你父亲的人不是林总 而是你 他的亲生儿子 此话一出 异样的眼光全部能投向徐正龙 宋三喜怎么知道这是 你血口喷人 所有的亲朋好友们 这个人渣就是来抹黑我的 请大家不要信他的话 拔过来把他扔出去 你激动什么呢 我这证据一大把 给你脸你不要 我只能不客气了 哥 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别嫌他胡说八道 宋三喜 你我之间的恩怨是该了结了 不要在这里胡搅蛮缠 有什么冲我来 咱到一边说去 别影响了宾客 看这样子徐正龙虚了啊 也未必 看他的形象也是深 正不怕影子歪 这个宋三喜跟他之间到底什么恩怨 这样闹不太妥吧 正样 你招呼客人 我去处理好和宋三喜的恩怨 你不用掺和了 宋三喜 你们成亲来教我们的白燕是不是 你心里虚了 才借口冠冕堂皇 跟我到这里来对吧 你少来了 说我害死父亲 证据 不见棺材 不掉泪 我调取了相关监控视频 你完全有时间就你父亲 可你却耽搁了一个小时 你放屁 我是去他那里了 但是他在休息就没过多打扰 等我发现的时候已经完了 你还在狡辩是吗 但凡有点脑子的人 你看这些证据 都知道是不是你害了你亲爹 你爹从小公司一个发展投入到绿衣集团 这份基业 你就这么等不及 想继承了吗 林总 不用跟这种人说了 他不承认也罢 我现在就回去大厅 把这证据用大屏幕播放出来 自有公论 宋三喜你别乱来 我爸已经死了 你还揪着这些播放有意思 此时徐正龙真的慌了 本以为万无一失去 还是露出了鸡脚 对不起林总 徐家人悲伤过度 冒犯之处还请见谅 就这道歉 够真诚吗 我不知道要怎么样才能得到原谅 请你们指教吧 第一 绿衣中海从此以后 不要想着跟荣喜地产抢壁盘 第二 你辞去绿衣中海总裁的位置 谁爱当谁当 第三 林总好意奔丧 十万被你撕了 还被泼茶水受辱骂 精神损失赔偿一百万 两小时内到账 如果任何一条办不到 我去大厅 我都答应 但你这些资料呢 在你办到三条以后 我自会销毁 不会让这流传于是 宋三喜 你要是个男人 说到做到 放心 我比你更男人 徐公子 你好自 因为得罪了太多的人 他们联合起来报复 却不知我是未来大佬重生过 想报复我没那么容易 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个宋三喜就是个人渣 来额我钱呢 大哥是什么人 能让他得着 不过我们对林洛娇是有点过分 徐家人不是小肚鸡肠的人 我赔了他十万块精神损失费 我说的是爸的死 与你到底有没有关系 当然有关系啊 我后悔没有早发现 他在房间里发病了 我真是怠慢了 我有罪啊正呀 红哥 徐正龙跟宋三喜聊了之后 回来再终 不管徐正龙有没有害死他爹 但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盟友 那回头跟徐正龙约一下聊聊 可以 不过你那烟怎么没起效果啊 我看宋三喜那次一点迹象也没有 慢慢来吧 我找人做的东西百分百有效 回头把杨大理那小子也拉上 另一边宋三喜两人来到一间咖啡厅 谈着公司贷款的事情 宋先生 这几天我跑了工行和农行 一共六家分行都拒绝了我们公司的贷款 理由是什么呢 理由出奇的一致 他们觉得我们的农业土地项目并不值钱 看不到营收报表 也看不到农业项目实证 拒贷 那剩下的就别再去了 我估计其他银行差不多也会是这个情况 所以宋先生你的意思呢 多家银行相同的理由 背后有人在搞事 对了 你可以象征性的去一下 只要对方开口就是拒绝 你转身就走 招呼也不用打了 但我们的楼盘需要启动资金啊 不急 咱先做做外围的工作 比如改建 平地 贪设这一块 工作重心放在喜信的开发上 谁在背后捣鬼 我会揪出来的 能让中海市的几大银行不放贷 给荣喜地产的人到底是谁 得知问题之后 宋三喜去车来到了崔永年的欧罗巴 喜哥 突然大驾光临 有什么钥匙请讲 那真是太感谢了 老崔帮个忙 我要一条重要的金融线索 说吧喜哥 我有什么尽量提供 如下几股势力 在中海人行有重要关系的是谁 第一 顾东 红日集团西南大区执行总裁 红日集团已触手伸进中海了 第二 绿意 中海公司 徐家 我是彻底把他们得罪了 第三 中海老王家 前阵子我把王霞气得吐血 王辉也输了一套别墅给我 第四 钱永红 输我不少的钱 面子荡然无存 又是做金融的 第五 黄长永 这货不用说了 他和钱永红跟你都同学 俩人穿一条裤子 也是输给我不省钱 第六 杨大理 李月制衣厂和三环电器的老板 被我俩收拾过 你知道的 你这是把能得罪的都得罪了一遍啊 喜哥 钱家在人行的关系最有 不对吧 我和这小子那么多年的牌友 怎么没听他提起过 他当然不提了 因为他那个百惠金融物后真正的大老板 就是中海人行的老大 戴希龙 的确是有点没想到 戴希龙还有这重身份 正是因为钱永红有这重关系 在中海地面上有些大型的融资 在银行方面有时候是弄不下来的 非得到他百惠金融去弄不可 也就是说只要钱永红能给老代招呼一声 很多事情就能卡下来 他们靠着这个捞了不少钱 看情况 荣喜地产弄不到钱 钱永红极有可能搞鬼 那就别怪老子不客气了 还有一个消息倒是挺有趣 绿意中海现在的掌门人知道谁吗 不是徐正龙吗 他是天经地义的紫城副业吗 徐正龙提了六亿多现金离职了 整个绿意中海交给他们徐正雅在打理 是吗 还有这回事 宋三喜当然知道内幕 君子做事 不比小人 不过徐正龙的资金去向有点意思 流向哪里了 百惠金融 整整六个亿全流进去了 看来他们几个是和起火来要搞我啊 敌人的敌人就是盟友啊 绝对是钱永红这次干的事 老子敢打包票 行 回头我收拾他去 收拾他这是跟老代家干上了 你可吃得消 等我吃不消的时候 不还有我老崔哥吗 回头再说 不能说百分百他们买账 但至少你们要融资利息会低很多 先谢过了 但这一次我准备整个免息的 拿来的底气啊喜哥 回头再说吧 我先走了老崔 去公司一趟 改天亲手下厨 请你吃顿饭 宋先生 银行方面我都试过了 理由一样全部拒贷 不过今天下午有人找到我 说需要五个点的反点 中海任何一家银行或者金融机构 都能给我们下五个亿的款子 两天就能搞定 五个亿五个点也才2500万 似乎不多啊 但加上银行利息那就多了 人家要一年五个点 要求起码贷款三年以上 挺黑啊 对方有没有说是什么来路 说是徐正龙的职业理财师 那什么明天对方还来不 还真是要来 那明天估计会有更苛刻的条件了 来了就叫他滚 顺便给徐正龙带个话 问他以及他的合作伙伴 还想不想过个太平年 后天可就大年三十了 林洛娇没再多问 心里明白 宋先生有把握 第二天徐正龙的职业理财师 又一次敲开了林洛娇的办公室门 林总 还是昨天的事情 今天你不答应我们的要求 恐怕永远都贷不了款 楼盘为起公司就会垮了 你要是犹豫的话 我们就要涨到八个点了 连续三年以上 既然你们都摸得这么清楚了 那我不妨告诉你 宋先生招呼了 叫你滚 顺便回去带话 给徐正龙和他的合伙人 还想不想过个太平年 明天可就大年三十了 别找不痛快 好好好 这可是你们说的 你们在中海的未来已经没有了 随后出门便照着林洛娇的原话 给徐正龙讲 这件人敬酒不吃吃法就是吧 你赶紧滚回来 剩下的不用你操心了 狗贼宋三夕喊那娘妈叫我的人滚 还问老子们想不想过个太平年了 这特么嚣张的没编辑了吧 我的三位老大 哥几个 这娘妈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钱总 宋三夕这孙子是不想好好过年了吗 那没办法了 回哨咱分头行动吧 你给王叔讲讲 准备在地块 转商业兴致上卡死 我这边和老代商量一下 融资上面掐断融息在中海的所有门头 谁呀 这么不懂规矩 不知道按门铃吗 不知道我们在谈重要的事吗 滚进来 此时门被打开了 宋三夕提着个公文包站在门口 诸位过年好啊 虎年将至 祝大家虎虎生风 龙惊虎旺 虎孝长鸣 财气虎虎啊 这孙子怎么来了 你到我公司来干什么 谁请你来的 服软了 想融资好说 不想融资请你马上出去 否则我叫人轰你 宋三夕看都没看他 只走过来在钱永红对面坐下来 我说老钱永少灰少 都排桌子上常来常往的老朋友了 新年到了 我来拜个早年 你仨怎么不开心啊 开心个毛细 黄长鸣这狗贼的东西根本不管用啊 瞅瞅送三夕这丝 皮肤百里透红 精气神十足吗 这特么是洗了烟之后的兴奋状态吧 三夕来了 那什么 郑龙都认识吧 我就不介绍 徐总妈 好歹也是这里的普通啊 但你钱总妈 还是这里的话 是人不适 谈钱谈融资 还得是你钱总对吧 你融起地产还是服软了是不是 三夕想不到啊 你小子能折腾啊 这没多久功夫又是地产公司 又是低价拿地的 搞得不错嘛 钱总过奖了 这不融资出了点麻烦 有点劳 融资嘛 有麻烦也不麻烦 到这里来找老钱 分分钟的是 只是条件可能会高一点点 毕竟林洛娇太不实好歹了 得付出点代价 我说宋三夕 你是脑子抽了吧 找这种女人做执行总裁 是看上她姿色呢 还是看上她犯过罪是个灾心 嫌你自己命太硬 我看三夕指定是看上人家了 那个小寡妇讲实话确实可以 哥几个别开玩笑了 三夕兄弟这么看得起我百惠金融 那就谈正事吧 我是这里的话是人 说实话吧 送三夕 没我们 在中海地界你们融资 十一个子儿也捞不到 三年免息贷款六个亿 金融大额还要对我毕恭毕敬 三夕啊 给你个下五个亿走 银行那边可以 但我们抽七个点 连抽三年以上 走我这边百惠金融十一个点至少三年 先收利息 本金到期还 但比走银行划算多了 老钱 银行不说了 走你这边砍头贷 三年贷五亿 利息就一亿六千五百万 我到手才三亿四 不够用啊 你也太狠了点吧 狠 现在是你求到我们这里了明白吗 你怎么对我的人等 叫我们不过太平年 恐怕不太平的是你了吧 我没鸟你 你最好就别瞎避避 老钱 我要下六个亿 好啊 一切都好说 正好前些天 郑荣入股过来六个亿派上用场了 从今往后 你宋三喜的产业都为我赚钱了知道吗 替你赚什么钱 这六个亿我要求免息 你说什么 宋三喜你疯了吧 六个亿免息借给你 你当我们是慈善机构吗 三喜 我们开门做生意哪能不收利息呢 不过给你一点便宜优惠还是可以的 毕竟都是朋友嘛 来咱们好好谈一谈 此话一出 宋三喜随机从包里拿出一条中 三人瞬间脸色惊变 这绝对是黄长云搞的那条 他居然没抽 难道是发现问题了 老钱 咱俩就这烟好好谈谈 宋三喜 你以为一条中华烟能换到五锡六个亿吗 真是脑子有病吧 老钱 这徐公子叫的欢啊 麻烦让他出去一下 我不想听疯狗在这儿 老子是这里的股东之一 这算是我的公司 凭什么 郑荣 你先回自己办公室吧 这里的是与你无关 可是 叫你出去你就出去 哪来那么多废话 不懂事是不是 这叫什么事啊 宋三喜一条烟威力这么大 徐郑荣 你最好是别偷听 否则没你什么好果子吃 我 我什么我 不许偷听 回你办公室 眼看三人都是有势力的大佬 徐郑荣只能灰溜溜的离开 钱总果然是个聪明人啊 看在排友的份上 我这算是把面子给你留足了吧 三喜你这条烟啥意思 你该不会忘了吧 书别书的时候 你送了条烟给我 说你们要搬点东西 结果什么也没搬走 这烟我也就没抽 算是讲个信义吧 狗仔讲什么信仰 你倒是抽啊 实际上我还是尝了一支 目光躲闪 送三喜茶颜观色看得一清二楚 我把烟用保护膜包着 毕竟上面还有老钱的指纹不是 我得保留完整啊 真贼 这家伙今非昔比了 市面上有一种害人的手法 就是这种烟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 我要是抽完了 这一生也就真的毁了 沾上这个东西的没一个善终的 三位是不是 钱永红三人哑口无言 你看我我看你的 三峡都是朋友 你这不是没抽吗 这都是黄长永出的搜索 我可没那想法 对就是他 都是他去操作的 我王辉清白着呢 老钱 辉上你俩别不承认啊 咱仨都有份 你们三个别指责了 真相揭穿的时候 你仨没一个是无辜的 但徐正龙走了 我这面子也给足了 现在我要六个亿 三年无息 钱总不是说 徐正龙刚入六个亿吗 是不是 三喜哥 咱们好说好商量 我这开门做生意 您多少给你 算了 我找李正刚理书去了 这就是证据 拔了萝卜带出泥 他是内行 三喜大哥 不 大爷 放过我们吧 以后再也不敢害你了 老钱 整这些没用 我最后说一次 六亿三年无息 你痛快点 干还是不干 我刚刚干 这不就结了 这公司的账户给你 款到的时候 要我还给你们 你们随便抽 三喜 等一下 你在这做会喝点茶 我们三个商量一下 怎么给老代报账我的事 我和徐正龙可以不要收入 但老代那一分可不能少啊 你们商量吧 我去找徐正龙聊聊 宋三喜你来干什么 你到底在耍什么花招 徐公子 我可是说话算话的人 你害死你爹的那些破证据 我已经销毁了 你不做律义中海的总裁 要分家 不正是做贼心虚吗 你如果是来讽刺我的话 就够了 我送客 我就是过来给你讲一下 六个亿三年无息 正好你入股的六个亿 能派上用场 徐公子 谢谢了 说完转身就出去了 也是来给徐正龙示威 想和宋三喜斗他还能了点 六个亿啊 那是我拿来赚钱的家底啊 三年 现金价值的贬值率 八九千万的利息吃不到不说 还免费给你用三年 我里里外外能亏掉一命 另一边三人也开始了那 狗东西钱永红 你怎么什么都往外说 会上 你还当我是兄弟吗 都被激动了 问题就出在这条烟上 没这条烟咱们都是清白的 我先托他宋三喜一下 说转款需要金融审核需要时间 至少要三天时间 让他先回去的 庸上 马上给我找四台拉土车 瞅准机会把宋三喜的麦巴赫队 成铁渣渣 到时候尸体都得用切割机 切车身才能取出来 谁还在乎那两条烟 还得是你啊老贤 我们几个就你脑子活络 最阴险 整得有道理啊 钱哥 无愧是你 这招喊 一劳永逸就这么干 叫我们过不了太平年 我就叫他年都过不去 这次是彻底撕破莲了 永少马上行动 安排完计划 钱永红随即拨通了 宋三喜的电话 三喜哥 还在徐正龙办公室吗 刚出来呢 你们商量好了 是啊 你回来咱聊聊细节 永少和辉少呢 他俩没脸再见 你先走了 刚才我和他俩商量好了 有一点利息我三个认 只不过这钱数个巨大 要人行老贷批准转款 所以有两天时间 要不咱把协议写好之后 你回去等钱到账 老钱 别欺负我没上完高一 就不懂金融经济 这破事 你作为画室人同意了批了 分分钟的事 有生意来了 老贷还拒绝 他不开绿灯 三喜哥 别这么讲 万事还不得有个规矩 不是 再说 算了 我还是去见李正刚李叔吧 他俩也走了 你看我是打断你腿带你去呢 还是打断胳膊 钱永红也是大惊 知道不是宋三喜的对手 好好好 你别乱来 你这真是为难死我了 你在这等着吧 我去准备协议 老钱 都准备到位了 只要宋三喜赶出公司的门 我保证 你什么都别说了 拉图车都撤了撤了 宋三喜那孙子不吃这一套 啥意思 他非要现在拿钱 不拿钱打断我手脚带去见李正刚 我怎么办 钱哥 你就这样耸了吗 这是你公司 收账的还有二十多人吧 勇哥在一个电话百号人都能叫齐 还怕宋三喜威胁吗 他能不能走出这个门都是问题吧 灰少 要过年了 事情整大了好玩吗 你怕是真不想大家过太平年了吧 李正刚跟宋三喜关系现在浅吗 还有崔永年那家伙 麻烦用脑子想想问题 狗贼宋三喜 老子和他永不两立 提这些需求干啥 过完年再说吧 老钱别哭三个脸 振作一点 人生谁没个起起落落 男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付代价 正常嘛 走了 老子不是好人 你宋三喜更坏啊 我们三个一人四千多万的利息 说把电话又打给了王辉说明了情况 我回去求求老爷子 非得把荣喜的地性质压死 不让他们开楼盘 卡土地性质倒是可以 万一宋三喜找崔永年来调停 还不是一场空 生意上的事 老崔家又不是崔永年说了算 我爸的面子他爸崔大海不卖着 我们利息白给啊 行吧行吧回头看 这也是过年后的事 我给勇哥说一下 勇少 我来把烟拿走吧 随便你怎么处理 我看着烦得慌 你处理了就是老贤 要不咱想个办法 把宋三喜弄死不算 你胆子怎么这么大了 出人命的事你真敢想啊 集思三番呆在宋三喜手里 你不憋屈吗 这年关好过吗今年 先别乱讲这事 宋三喜还没把咱逼到这个费上 就是要做他也不能在中海动手 回头再一把 行 这小子自求多福吧 把咱们惹毛了没他到 利用前世的记忆与能力 接连搭上中海几大人脉 从此人生发生翻天覆地的待遇 三喜老爷子出院了 晚上请你吃个饭表示个感谢 行 我安排一下时间 没料电话一挂李正刚的电话 也打得进来 三喜啊 我爸出院这些天养得很不错 晚上一起吃个饭 把天赐酒店的厨子 叫到家里来开心 李叔 晚上还有个应酬 局都定下来了 那明天中午吧 明天中午 崔家有贵客 请我过去做饭啊 你小子行啊 现在请你吃饭还得排队 明天大年三十下午 你总能抄个时间到我家坐坐吧 我爸是真想见你 成 就这么定了 张家这关系还是要维系一下的 毕竟今天这事 钱永宏几个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肯定要在荣喜地块上做文章 千恩万谢小宋啊 要不是你 我这条老命早没了 以后有什么难处了 尽管开口 老张叔别这么客气嘛 您是老县总老前辈 我和洪松也是老同学 应该的 只是 真别说还有点小事情 得麻烦一下您这位老县总大人 小宋 有事情只管开口 老头子虽然退下来了 但一些余威还是有的吗 宋三喜随即讲了些情况 因为过去赌账上的一些纠葛 从钱永宏那里 无锡借了六个亿 我担心中海市的王文宏市 总会从中作稿 让荣喜的地块性质 无法从农业性质 转变为商业性质 所以想在张老县总这里求个照顾 小宋 干就大胆的干 说白了 王室总他是全市的总老大 但你的地块是我们南海区的地 南海区上洪松 能一揽子承担下来 没有卡口 要说中海市别的那些大佬 可能我还没办法 唯独他我还真有办法 哪天若是有麻烦了 到时候老头子我陪你去他办公室 收拾他 那真是太感谢了 老张叔 放送小辽一阵送三喜便驱车回了家 大姐怎么不高兴啊 三喜我有事跟你说 现在永荣有自己的公司 要什么有什么 回头又是大明星 我可以什么都不要 但我得给我的孩子争取一些 毕竟他也是 大姐放心 我早就准备好了 这张卡是给你的 我答应给永荣赚够十个亿 当然你的也是 只不过这件事我们谁都要报 十个亿你开什么玩笑 不要惊讶 宋三喜说到做到 现在卡里有六千七百万 最近我运作基金股票赚了 早点休息吧 大姐为了孩子 第二天中午宋三喜来到了崔家大院 虽然是来做饭的 但是能有这层关系不容 这年头没有人卖背景是真难啊 况且省城来的韩老 估计也是一号人物 给他们做做饭没有坏处 老崔 院子里没几个人啊 过年了 除了我爷的医疗组 和必要的后警保障组 其他佣人都回家过年了 又有点冷清 韩前辈还没来吧 没有 专机刚刚才起飞 大约中午前能赶到 我也都去机场等了 这么大来头啊 还得崔爷爷亲自去机场接 占有情深吗 韩老那时候比我爷爷等级高一点 现在出行都陪专机 他的儿子们在省城市里非常大 两人简略聊了些情况 便开始了整个工作 好物啊老崔 咱今天用柴火灶吧 柴火灶做的团年饭 味道更香 你信不 这倒是啊 可这打下手烧火的都没有呢 你烧就成啊 主厨这一套交给我就行 行吧 我也找找小时候的感觉 这是中午的菜 样式也不多 主要是两位老人家喜欢的菜肴 这是中海的团年八大碗 还有省城的过年三道侃 开始把老崔 两人马上动手 崔永年 堂堂傲气中海公子哥只管烧 还是咱老祖宗留下的饮食文化博大精深 比西餐繁琐而更易说话 三喜兄弟好好做菜 万一韩爷爷已开心 我一介绍他要见见大厨身 见不见看缘分的 不抢球 你这家伙心态是真好 我说小崔这年饭不错 老子想起小时候那种味道了 乡下的风味确实好玩多了 比你省城的味道还是要纯粹一些 这哪是纯粹一些 我在省城吃的和你这个味道一比 简直不要太差 韩老 爸咱不在外面待了 进屋坐着看茶 一会儿差不多也要开饭了 大海哥 咱俩去厨房看一看 安排一下上菜时间 说话的正是韩发明 韩老的小儿子也是个横行霸道的人 永年起来看看谁来了 韩三叔来了 韩爷爷也到了 而宋三喜抬头看到韩发明心里头都惊了一条 原来是他 这可真是不是冤家不拒头啊 小崔 这是你请的厨师吗 手艺真不错 这位是我的好友宋三喜 过年了他也挺忙的 但怎么着也得帮我这一次 两位大佬好 永年的朋友不多 能称得上朋友的的确是优点本师 侄子不用客气 叫声输就成 大海哥说的也是对 叫我们输就成了 家父年事意高 饮食比较讲究 麻烦做菜的时候不要说烟 烟灰掉进饭菜里不太好 做完了怎么抽都可以 拿着抽 这算是一点小心意 市面上一般人可抽不着这烟 谢谢韩三叔 我明白了 不好意思 人前你还算是个亲和的人 也会来世 然后你就俩字 禽兽 宋三喜心里百般不是滋味 上一世的精力在这一世 没必要这个时候点出来 而且势力尚小 这种冤家还真不宜解 但仇就这么记下了 小伙子不错 好好做饭 接下来家父在这里住多久 你就做多久的饭 一日三餐下午茶点和消夜五顿 我们不会亏待你的 崔永年不是说韩老要在这里过年吗 那不得把老子拴死在这里 叔 不至于吧 人家三喜还一大家人 过年也还有事 要不 永年 这饭不会让你朋友白做的 宋三喜拿着 五十万 家父住一天两天是这么多 住十天半个月也这么多 希望你配合一下 不要嫌少 而且伺候家父 让老人家开心产生的价值 就不只是钱能衡量的了 明白吗 兄弟认了吧 把时间腾出来 这就对了吗 钱真是个好东西 看起来平稳的年轻人 这还不是稳不住 小宋啊 你韩三叔说的没错 韩老刚才就在你的厨艺呢 他老人家一高兴 意想不到的好处都能有 你小子虎年行大运用 韩三叔 这钱您还是收回去吧 这饭我做了就是 不用谈钱 宋三喜 怎么还真嫌少 或者别的什么意思 在他看来 五十万的报酬已经非常之丰厚了 宋三喜没有拒绝的理由 如果说在过年期间给其他人做饭 时间又不确定 影响我与家人的团聚过节 可能五百万我都不会做 五百万都不做 年轻人 大话不是这么说的 我要给你五百万 你不心动 不心动 韩三叔您还真别怀疑 三喜兄弟是有个性的人 他并没有说大话 韩发明心略有点不爽 也不服 行 算我不了解你宋三喜吧 但今天免费做饭 又是个什么讲究 为韩老和崔老做饭不一样 听崔哥说 年轻时两位老人 为国家立下赫赫战功 保我边关太平 子民生息 鞠躬至尾 我等后辈 做区区几顿饭时 力所能及 韩钱就没有意义了 三喜兄弟 漂亮 宋三喜 你小子去 说得好 那这卡我就收回来了 请收 正应该收回去 大海哥走吧 我们先回去陪两位老人家 宋三喜 永年 你们十一点四十五分出菜 永年到时候忙完了一起吃 永年这个朋友思想觉悟很高吗 这小子挺会说吧 场面上也波澜不惊 有点倒行的样子 宋三喜的确有些与众不同意 要不发明 咱邀请他回头一块吃午饭 大海哥 说白了那也就是一厨子 和两位老人家 共进午餐不像话 崔大海笑笑不争辩 知道这些年跟韩发明辩解的人 哪个能讨到好果吃的 你韩发明这就瞧不起人了 好歹老韩叔当年在军营里 跟我爸还不是厨子 你爸是锤士班长 我爸是 长了一张乔嘴 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吃亏 这层关系想不要都难 三喜兄弟 你可真会说 这精神境界高啊 别夸了老崔 人家国情怀始终要有的 当年没有韩老崔老 这样的边关猛事 你一起吃饭 你可别介意 主要是 不避避这些了 没意义 没多大会儿满桌精致的菜肴扑鼻而来 永年啊 你看看这菜做的 比我们那时候强太多了吧 咱这顿团年餐 不只是营养丰富和口感相浓 我三喜兄弟担心你二老的三高 特意在菜里加了一些中药材 你这兄弟不错 这下老子放开了吃吃喝喝了 老板长 要不咱也别让小宋在后面待着了 叫过来一起吃 可以可以 咱见识一下 什么厨师能达到这样的水准 万一万一个屁 我看这小宋挺好嘛 老子以前和你 虽说不是吹噬般的厨子 怎么你还看不起厨子了 永年去把小宋叫过来 陪爷喝一个 韩发明被老头子这么训斥 心里不爽宋三喜 说到底还是高傲的心里在作怪 三喜走吧 韩爷主动叫你过去陪他吃饭 我这都吃的差不多了呢 不用了吧 韩老头脾气大得很 刚才韩三叔还说 你就是个厨子被训斥一顿 那行 我们走吧 中海晚辈后生宋三喜 见过两位功勋爷爷 能为两位做饭炒菜是晚辈的荣幸 两位健康常在是人民的福气 你们看这大厨师小宋说话 还有点水平吗 这还长得一表人才 来来来 坐坐坐 老三处的干啥 给小宋岛上 不劳发明老弟 这里我算半个主人家 我来到 爷孙几个意气敬小宋一杯 这顿饭做得好 今天中午你必须不醉不归 韩老 崔老 两位叔啊 这可使不得 按理讲晚辈应该先进两位 为天下安宁 曾浴血边关的老前辈的 但晚辈下午还要开车不宜过量 且曾经因这事误了家庭 还请韩老宽容放过小宋 真不实抬举 我爸都说了 今天中午你要不醉过归 下午还开什么车 你也答应了这些天替两位老人做做饭 你不还说这是晚辈应该做的 谈钱没意义吗 你是觉得这二十年的茅台不好喝了 还是我爸和随老叔分量不够重 此时韩发明只想刁难宋三喜 两位老人不开口 也是想看看宋三喜如何解 晚辈不敢 韩老来到中海 是中海人民的荣幸 巴不得老人家这样的铁血老英雄 年年来中海过年 我年年做饭 只是小宋下午和一位刚出院的老人家 有个新年下午查约 崔老应该知道 李老爷子李长龙 对 老李出院 我还去看过 说是你小宋做的手术 非常了不起啊 小宋是个人才啊 还懂医术 谢谢韩老夸奖 所以下午不得不去一趟 况且小老百姓过年 就扑个团团圆圆 举家欢乐 遥想当年 风烟战火 韩老和崔老 玉血奋战 扣得大 扣得重 俩老人也默默地点点头 感觉这小子说得真有水 所以我的时间比较仓促和紧张 中午真的不能多喝 还请大家见谅 除了送三喜 其他人都是跺一脚中海地皮 要狂震阻在 但送三喜一点也不惧 曾经因为这东西 送三喜拜光家乐 对不起父母妻儿 今天也是特别羡慕崔哥 韩三叔 崔叔 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长辈健在 使儿孙们天大的财富 福分 可惜我领悟得太迟了 其他五人听完也是被震撼到了 好小子 说得好 说得我都想我老爹老妈了 大老又如何 谁能逃过清情伦理的纠缠 因为我们都是有血有肉的人 老头子受教了 当年和小崔在战场上没白流血 随后他们聊到了战事 军旅生涯 俩老兵也是情绪激动 小宋你这个小崽崽知道的也太多了 怎么知道的 不仅能把一个后生叫做小崽崽 这是极为喜爱的表现 忘记过去也就意味着背叛 所以我还是读了很多史书 比如西南军魂 大国边关济世 血染君次等等 正所谓学史明治 学史明理 学史明泽 学史明德 唯有学史 读史 方知过去现在 奋斗未来也 小宋啊 不错不错 这是你的总结吧 算是一点心得吧 老三 老子书房里小宋说的这些书有吗 有 有 有你看过没 纯洁回去之后好好读书学识 这小崽子真会说话 我哪有闲工夫和耐心肯那些大不头啊 小宋啊 咱们一块诗 面对从前之作能改 有加国情怀 待会儿回去让老三把车里的茅台 带几瓶 顺便把金锁衣给孩子带回去一个 今天好好和家人团圆 过了明天中午再过来就成 酒足饭饱之后 送三喜去车去了李正刚家 喜子 你这是弄傻 你救了我老头子一命 傻也不要还送东西像话吗 拿回去 三喜啊 你嫌弃咱老李家喝不起茅台 抽不起好烟 吃不起烂肉是不是 大家都不要针对我了吗 这是资格二十的茅台 省城韩老送我的 李爷爷的身体手术刚过没多久 严正还是存在的 喝这个有好处 这烟也是韩老他们的顶配 市面上也买不着 寻思着拿过来尝尝嘛 腊肉也是在崔家院子搜刮的 品质很不错 你们拒绝的话 我转身就走 再也不动门了 你个臭小子 行辣行辣 难得和你一句喝个茶什么的 东西我们就收下了 不婆婆妈妈了 几人坐下聊聊家常 一切皆大欢喜 李爷爷李叔 时候也不早了 我得赶紧回家去了 三喜 不多就一百万 感谢你救了我爸 收着 李家的意思这是李叔 正美小姑 你这何必呢 治病救人 救死扶伤 我乐意干的 喜子 觉着你李爷爷这命 不值一百万 嫌少还是咋的 三喜说着好了 你现在变化这么大 大家为你高兴了 这一百万 你不要是不是有点 看不起我们老李家 你们一家子太欺负人了 大过年的 能不能让人过个太平年 不能 有事赶紧走走走 李家不留 正刚蕊扬送客 三喜哥 我送送你啊 欺负了还送人走 你真行 刚出门不远 正好碰上李正刚的儿子李瑞峰 从部队回来叹琴 人渣 赶紧滚犊子 瑞扬 你跟他说说笑笑干什么 你是不是想勾引我妹妹 奉劝你打消你的黄粮美梦 今天我心情不大好 最好是别避避 大哥 你瞎说什么 瑞峰大哥 我和瑞扬只是 闭嘴 赶紧走 再废话一个字揍你 李瑞峰你个憋犊子 一回来就发什么疯 还不赶紧给三喜道歉 爸 我给他道歉吗 这真是个笑话 你说 瑞扬 我先走了 时间紧啊 咦 这货咋开上这么好的车了 你们也是看他赢钱了 有豪车了 另眼看了 你个贵儿子 瞎说什么瞎说 老子给你讲 要什么要送三喜 你爷爷 李正刚把事情的经过 全然讲给他 爸 我也没想到是这样 再说我在部队 让一人渣给气的不行 心情不好 看见人渣就想揍 你给我闭嘴 还人渣 说 你在部队又怎么了 遇上什么人渣了 人家是老大的儿子 不是亲生的但比亲生的还好 我们对上去年来了个新人 本事一般重归重举 老大对他也客客气气的 这小子又愁又喝 晚上溜出去会女人 这才没两年 三个女人找过来让他出钱堕胎 他把其中一个梯流产了 没想到还有这种人 也太心狠手了 怎么被人家欺负 这家伙肯定有背景 而且来头不小 不清楚背景 去年抢我两回二等功 前些天又抢我一回 那可是一等功的机会啊 任务我做的功劳还记他头上了 他叫什么名字 他姓韩 叫韩生超 姓韩 正好三喜说 省城的韩老来了 难道是他的后代 回头再说吧 走了回家 你哥两年没回来了 你也可想他呢 进了家门李正刚 拨通了送三喜的电话 三喜啊 今天那是真是抱歉啊 他不知道事情原因 还请你多多包韩了 那有什么不存在的礼书 为了鸡毛蒜皮一点的事情去计较 还算男人吗 三喜你是真的变了 老子都佩服你这兄姊 看淡点 豁达一点 重生不用这么累吗 随后李正刚把儿子部队的情况都讲了 三喜拜托 旁敲策机的打听一下 那个韩生超是不是韩老的后代 比如孙子北一类 行 既然瑞峰哥在那的大队 也是为国家和民族真战斗的好汉 吃了这样的亏 我也替他名不平 一定帮着问问 但也只是问问哈 万一真是 在家里的三个女人在一起忙碌着 内心也是一阵阵处 以前的人渣不是在外边花天酒地 就是在通宵狂妒 从没陪 有容 你出来一下 什么是这么神秘啊 拿着 一百万 算是过年小红包了 密码六个六 这还算小红包啊 又哪来的钱 李家给的 说是给李老爷子做手术的辛苦费 不要不让走 那我就拿回来上交财政 这还差不多 李家可也真有钱啊 出手这么大方 还有一件事 纯金的 韩老给甜甜的新年礼物 估计值个二十万左右吧 我的天 做工真漂亮啊 人家那么大人物 能给咱没见过面的孩子 这么贵重的礼物 韩老对咱确实还挺不错的 这所你收着 别给甜甜讲 我怕小孩子嘴风不言 说出去不太好 可以 老爷子这么出手 大方送这样的礼物 咱也备费而礼 给人回过去 这么大人物关系 可要好好处啊 说不定以后用得着 交际这一块 你还是放心吧 行了早点睡吧 明天上午 我们一起去游乐场玩 第二天一早 大家一顿收拾便出了门 殊不知一上午的一举一动 全被人盯着了 这家子还起了融融了 开几辆豪车出门 就算风光了 宋三系 我一定要击败你 成为有融的老公 融系公司动向 都已经清楚了吗 回顾总 清楚了 有方案了吗 过完春节 所有的阻击方案 肯定出炉 混账 这个春节 你们还想耍吗 加班 挂了电话 顾东看着窗外的江景 一抹冷笑浮现 宋三系 你想开发楼盘不容易 海兰国际学校的分校也不可能 影视公司 想都别想 什么事 东哥 苏友荣他们下午带孩子去公园划船了 不过苏友荣现在离开了公园 不知道一个人去哪里 正在跟踪 您准备一下 随后顾东出现在地下车库 十分钟后手下回传信息 已到中海百货大楼 苏友荣去了老庙黄金 能不能照着样式和分量 再造三个 四个锁上都要有宋字模样 不要像这个是韩字模样 当然没问题 这个所值二十三万 美女你要三个的 一共六十九万 毕竟林洛娇的女儿也在一起住着 本就缺少父爱的关怀 内心善良的苏友荣 也是替孩子打到怜悯 有点贵啊 能不能优惠点 美女真不贵啊 您这是最纯的金 原版就是这个价 我们也不收您的加工费 就是卖着黄金送优惠了 只不过您这原版要放在这里 师父们有个参考 刷两百万 原版留着 五十万的标准做四个 顾东你干什么呀 我有钱 我自己给 刷我的按我的要求做 友荣别这样 多年不见 我这也是给孩子们的一点心意 给孩子的又不是给你的 那也不用你这么铺张浪费 我自己给 你听我说 过年过节的我应该表示表示的 况且这也不是多少钱 那我不在这做了行吧 说完转身去了旁边不远的金六辉 留下丢了面子的顾东一人 还是刷两百万 按五十万的标准 刚才的型号做四个 上面的名文字是顾子就可以了 面对宋三喜提出的三年公平竞争 顾东也是费尽心思 而宋三喜中午之前就赶到崔家院的座号 两位老人家喝着聊着怡然自乐 你二老先喝着玩着 看看山看看水 我弄下午茶去 小宋考虑的周全啊 永年你也跟着去吧 三喜 看来老爷子很是喜欢你啊 哪里哪里 对了永年哥 跟你打听个人 你看认识不 他叫韩生超 那不正是韩三叔的儿子吗 前年在省超我还见过他的 据说在部队里里 好像是FK战队 挺牛批的 玩独子了 果然是韩家的种 难怪在FK战队里 敢抢李瑞峰的功劳 三喜 你咋知道省超老弟的 李正刚 李叔的儿子知道吧 知道啊 瑞峰嘛 打架特别的厉害 他好像也在部队 但是哪个部队倒不清楚 他和韩生超一个部队 立功不少 但功劳都让韩生超抢走 这前不久 个人一等功也让抢了 李瑞峰回来过年了 说起这事气得要吐血 这就有点过分了 个人一等功对于李瑞峰他们来说 那是多大的荣耀啊 李瑞峰没找韩生超拼命 就算是有修养的了 三喜那咋着 不能让瑞峰受着委屈吧 永年哥 回头找个机会 悄悄给韩老讲一下吧 老人家戎马一生 很懂这些东西的 应该能给瑞峰一个公道 最好是韩老 要回去的时候讲 不要影响老人家 在这里过年的好心情 好兄弟 想得周到 那就这么办吧 我去说 你说顶个屁用 最好是崔爷爷去说 还是兄弟你行 两人的对话 此时被无外来拿象棋的 韩发明清的一清二楚 你小子敢在我爸面前 高声抄得撞 老子敢弯死你 不要以为你一手好厨艺 会讨好老人家 老子就没办法收拾你 取了象棋 往农场赶的时候 韩发明拨通老儿子的电话 你个兔崽子 在外面给我惹是生非 能不能别让老子 操那么多心 爸 你激动什么 这西南的天下 都我寒假打下来的 李渭峰什么东西啊 我抢了他功劳又怎么了 他不服吗 你还疯是不是 人家找人 要告到你爷这来了 你还想不想活了 爷爷是认理不认人啊 这要是让他老人家知道了 还不得扒了我一层皮啊 你现在知道严重性了 爸 那这咋办 你最好是打电话 给李渭峰道歉 好好哄着这小子 把个人一等功 让给他都行 我叫你们老大 给李渭峰说一下 一等功给他 我听你的 但要不你还是 给狗叔先打个电话说说 行 我知道给他说 那李渭峰呢 怎么办 再干半年 我叫他滚蛋 这才是我轻调 随即挂了电话 又打给了狗文芳 将事情的来容去卖奖 三哥没事啊 神朝立功了不是好事吗 李渭峰也没什么屁话的 你扯淡吧你 人家都要告到老爷子这里来了 你说我爸 能扒了你皮不 我的妈呀 好好好 三哥啥都不说了 我这马上叫人改立功表 还没上报 这就给李渭峰打电话说一下 这还差不多 就这样 不多是宋三喜两人 也赶到了农场 小宋啊 这茶煮的香啊 你真是干啥啥好啊 韩爷爷多谢夸奖啊 小宋没什么事 就回家陪孩子吧 晚上再过来做饭就成 好的韩爷爷 那就不过多打扰了 您二老玩着 好好好 去吧去吧 你归儿子 好自为之 这一巴掌拍的韩发明 愣在原地有点不自 宋三喜前脚刚到家 后脚李蕊阳和李瑞峰 两人也过来了 瑞峰哥蕊阳来了 快进屋座 宋三喜你行啊 现在住大别墅了 瑞峰哥见笑了 地方小汉 别装逼了 以后别赌 守着家爷老婆孩子 没啥不好的 是 瑞峰哥说的是 你这货没个正行 我找你是问个正事 行 你说完了 我再说我的事 正好要给你讲 那你先讲 韩生超背景来历 我今天查清楚了 韩生超是韩丁山的孙子 他父亲韩发明 下午我们还在一起呢 真没想到 韩生超这杂碎 这么大的来头啊 你下午见过他爸 在哪 韩老这样的大人物 这是涉及了机密 我不能说的 不对劲啊 下午三点多 我们老大狗文芳 亲自打电话给我 说个人一等功是我的 不是韩生超的 他已经改了准备上报了 没多久 韩生超给我打电话道歉 说以后还是好兄弟 好战友 我给我爸讲了一遍 他说可能和你有关 让我过来问问 这事怎么变化这么快 我下午三点多的时候 这你就别管了 反正能达到这种效果 也是好事 恭喜你个人一等功到手 这以后就算是回地方来 那待遇已是 别扯地方了 我是要在部队干一辈子的 别啊 老大不小的人了 该回来安家立应了 再说了韩生超 能服了这口气 只不定你回去 留你的小鞋穿呢 锤子 我啪啪 惹毛了 惹毛了你能咋 告到韩老那去 反正我热爱军营 喜欢在部队 为国效忠 为您请命 这干劲可以啊 我听你 你挺有屁用 万一有用呢 你现在是什么级别职务 我现在是小分队的副队长 一毛三的上位 你还能给我 整成两毛的不成 要不是被抢过几次攻 现在我就能生两毛一的了 狗东西韩生超 他现在都是两毛一了 韩生超身份不一般 成为两毛一正常 不过你这也不是什么男士 尊独假多 真的 你等着 那行 我们走吧 还有事情要做 三喜 你过来一下